杨思昌虽然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但他父亲杨赫可是封疆大吏 交友广阔 门生故旧 在朝堂上多不胜数 有不少人帮他说话 他这一开口 不少老朋友立即站在了他这边 复义道 是啊 陛下 这个叫陈红范的 不可重用 朱尤俭仔细一想 对啊 一个必战卫士的家伙 派去皮岛有什么卵用 他只好问道 仲卿 那你们觉得 还有何人可用 文官们你看我 我看你 一时不知道 有什么人好推的 杨思昌早就收到了 代州之州陈元波的信 还有和他一直关系 极好的皇商铁鸟飞 也给他写了信 他胸有成竹地道 皇上 臣推荐曹文赵 派他去圆皮岛 定有奇效 就在这时候 另一位大臣 也电量了一下袖子里的信 他与河南巡抚樊尚报是好友 一直都有书信往来 几日前 樊尚报写信告诉他 帮忙推荐河南圆角总兵曹文赵 现在听到杨思昌开头 他当然也要帮忙了 立即出列 曹爱卿可用吗 那当然是极好的 朱友简虽然刻薄寡恩 记忆力也不太好 但是对曹文赵这个名字 却一点也不陌生 毕竟这些年中原剿匪 曹文赵屡次立下大功 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奏章上 朱友简想望都很难 这时 又一个大臣出了列 这大臣是东陵党人 与城城县令梁士贤有救 他也收到了梁士贤的书信 请他帮忙举荐曹文赵 现在当然就是顺手出力了 这大臣开口道 曹文赵氏之名将 曾在辽东立过大功 与剑奴打过多场大战 是一个可靠之人 他这话一说 马上又有一个东陵党大臣出列 曹文赵时乃我朝当今第一猛将 况且他熟知辽东兵士 可原皮岛 将他摆在中原剿匪 实在是浪费人才 无声的老朋友也开口道 臣也推举曹文赵 时刻法的朋友也开口 臣复义 炼国事的朋友也开口 臣复义 不知不觉中 一大群大臣达成了共识 高家村多年来不断渗透的官员网络 现在开始在发挥作用了 朱有俭平时见惯了官员们吵架 难得见到一次 他们的意见如此统一 真是太稀罕了 稀罕的他 整个人都有点猛 这伙人这次居然不搞党争了 罢了 不党争也是件好事 既然大家都推曹文赵 那就曹文赵吧 朱有俭啪的一下拍板定案 折令曹文赵 火速前往登州 搭乘陈洪范的水军船只 前往皮岛 崇祯十年 1月30日 朝鲜国王人族李宗 逃至南汉山城 被围四十余日后出城投降 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 向皇太极行三贵九寇之礼 此后 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 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2月2日 皇太极召来了手下所有大将 就在朝鲜汉城城外 开会 被子说话 公顺王孔有德 怀顺王耿仲明 智顺王尚可喜 皇太极没点到一个人名 那人便赶紧出列 等着听他的命令 皇太极扫了一眼点出来的几个人 脸露微笑 而等携十六门红一大炮 攻进皮岛 十六门 被子说谦吓了一跳 给我们这么多炮 哇 太开心了 皇太极 皮岛明军经营多年 岛上守军也有好几门大炮 朕这次调给你十六门 可见朕的重视 你误让朕失望 被子说谦赶紧行了一个大礼 逼迫皮岛 孔有德 耿仲明 尚可喜三人 对视了一眼 交换了一下眼神 耿仲明这才抱拳道 皇上 光是有炮不行啊 皮岛孤悬海中 四面都是大海 岛上明军水势强悍 咱们必须有强大的船队 才能攻上岛去 皇太极黑黑一笑 关于船队 朕早就已经想好了 他就在三国演义里面 众人大齐 什么 三国演义 不就是一本书吗 怎么给我们变出船队来 皇太极 三国演义中 曹操害怕刘备与吕布结盟 而且当时 吕布与袁术也有交好的迹象 曹操便携天子以令诸后 让刘备去攻打袁术 不但可以借刘备之刀干掉袁术 还能破坏刘备与吕布的关系 使为驱虎吞狼之计 说到这里 皇太极伸手指了指 就在他们旁边的汉城 笑道 现在朝鲜王已经向我们称臣 我让他派出朝鲜水师 攻打皮岛 他不得不听 如此一来 不但能破坏朝鲜与大明朝之间的关系 还能将皮岛攻下来 一举两得 众人齐齐一礼 皇上英明 皇太极 正将攻打皮岛的战役 取名为驱虎吞狼行动 现在开始立即执行 清军大将们赶紧行动起来 各自去准备 皇太极的命令 很快就传到了朝鲜国王李宗的耳中 李宗其实是一个心向大明之人 非常的清明 实在不愿意对大明用兵 但江华岛被攻破 朝鲜王公贵族们所有的家眷 都落入了清军之手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想听也得听 不然老婆儿子 全都要被清军杀得干净 李宗只好下旨 派出平安兵石柳陵 一周府引铃庆叶 率军五千 别外派出五十艘战舰 协助清军进攻皮岛 命令下了之后 李宗坐在空荡荡的王宫里 整个人仿佛呆 几位大臣溜了进来 在他旁边跪下 王上 咱们要不要偷偷派人 通知一下皮岛上的明军 这样好歹 也算是尽了一分力了 事后大明也怪不得我们 李宗双眼一亮 对啊 咱们还可以偷偷送军情 给明军啊 如此一来 说不定明军能顶得住 一名大臣叹道 就是怕事迹不密 若是咱们送消息 给明军的事情 走落了风声 那皇台集定会拿 我们的妻儿开刀 这是引火烧身啊 李宗 君臣们面面相去 左思右想 也不知道考虑了多久 李宗最终还是叹了口祈祷 罢了 还是别派人去通知了 咱们现在只能祈祷了 祈祷这一仗打不起来 两国各自解归 大臣们摇了摇头 长长地叹了口气 没办法呀 这真的不能怪我们 李宗在西向中原哭拜 大明朝 我不想这样做的 你别怪我 大臣们也跟着一起跪拜了下去 周山定海港 钟声光光地响着 水兵们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赶紧放下了 手里一切事情 飞快地冲向自己的宿舍 换上军装 拿起装备 带上几件随身物品 例如什么未婚妻送的平安符 老妈给的那的鞋底什么的 然后用最快速度 冲向大校场 极短的时间里 大校场上 就摆开了一个巨大的方阵 高家村水兵 劳改海盗 以及最近这些时间 从沿海渔村里 征目来的新兵 一下子就挤了五六千人 新兵的纪律是最差的 摆好了方阵之后 还有人在小声说话 发生了什么 这么大的动员令 劳改海盗的队列里 有人开口骂道 新兵担子闭嘴 这什么情况了 还说私话 被上面抓到 罚你跑操场五十圈 新兵们吓了一跳 赶紧住嘴 很快 江城站到了台子上 大声道 剑奴即将进攻皮岛 皮岛是我朝袭扰剑奴腹地 控制藩国朝鲜 最重要的根据地 皮岛不容有失 他说完这句话 就感觉自己的中气 有点不足 唉 江城心里暗叹了一口气 自己终究不是个大将之才啊 这高家村水军 由自己来统帅 似乎缺了点什么 只能盼着师郎和郑森两个小子 能尽快成长起来 接自己的班了 这时候 一只手在他肩上轻轻拍了拍 江城转头一看 是水战特化型天尊来了 大喜 赶紧向后退了一步 把这里让给了天尊 李道玄面对大群水兵 诸位 你们并不是那种 什么也不懂的大头兵 从你们参军的第一天起 我们的教官 就不仅仅教你们如何砍人 还教你们读书实看 看地图 了解政局 掌握天下局势 你们应该知道 皮岛若失 朝鲜就会真的变成倾国的藩国 再也无法做我国的小弟 而剑奴失去了背后的牵制 就会更加肆无忌惮进攻我国 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现在在陆地上 没法与剑奴正面交手 但是 在海洋上 我们必不能叫剑奴 占到半点便宜 士兵们精神一震 齐声回应 是的 我们不怕剑奴 天尊保佑 李道玄 全军出击 目标皮岛 痛击剑奴海军 保证皮岛空于 我大明朝之首 士兵们 哦哦哦 全军出击 整个周山定海港 全都激活起来 士兵们撒开双腿 往着自己所属的船上跑 码头上到处人头涌动 江城也赶紧往 旗舰万里阳光号上面跑去 刚跑了几步 就见王子从旁边跑过来 递给他一台航海中 把这个带上 江城点了点头 抱着航海中 往船上跑 只见旁边的一个船物里 使出一艘蒸汽名轮船 正是白公子侵权力 打造成的小白二号 白公子正站在船头上 对着江城用力挥手 江叫席 把我这艘船也带去 江城 哎 小白二号 已经可以实战了 白公子 不知道 这一次就是测试的最佳机会吗 你把他带着一起去 看看他的实战效果 江城点了点头 好 于是 白公子下了船 只留下船上一群测试船水兵 这些水兵 其实心里多多少少 有点小郁闷 他们想驾驶着掀船 去揍敌人 并不想驾驶凡人造的船 正不开心呢 突然见到 天尊从码头边走过来 跳进大海 像一条鱼似的 转眼就游到了小白二号旁边 然后像一条飞鱼 跃出水面 扑通一声 落在了小白二号的甲板上 水兵们吓了一跳 赶紧行礼 参见天尊 李道玄 这艘小白二号真是棒啊 我要搭乘这艘船去皮岛 水兵们大吃一惊 那边明明有先船 天尊不坐 非要来坐着凡人造的船 为何 这是为何 算了 神仙的想法 凡人哪里猜得到 反正天尊坐这艘船 就是这艘船的光荣 一瞬间 船上郁闷的水兵们 全都开心起来 庞大的船队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 巫国长崎岗 侍郎 郑森 妖心卷三人 刚刚在长崎岗靠了岸 不久前 侍郎和郑森增援妖心卷 一起干掉了来倒海贼 之后打扫了一下战场 把海盗的财物卷光光 然后三人就结伴一起 驶来了长崎 刚刚靠岸 三人的脚 才踏上陆地的那一瞬间 就见到一大群本地商人 围了上来 有人嘴里操着汉语 有人嘴里操着窝语 一起向着三人叫嚷 你们是大明朝过来的海商吗 你们带了最新的糖物来吗 侍郎还是第一次踏足窝国 有点猛 不太明白 郑森却用熟练的窝语 向着那些本地人回应起来 是的 我们是从大明过来的 糖物吗 我们有许多糖物 你们要什么 巧克力 一个本地商人兴奋的叫嚷 我要巧克力 你们有巧克力吗 妖心卷饿喝了 我这里有巧克力 他话音刚落 一群商人轰的一声围了过去 抢货的来了 妖心卷那一点点 为数不多的货 眨眼间被商人们瓜分 侍郎 这里有没有搞错 对咱们的货这么即可的吗 郑森好奇地道 我记忆里不是这样的啊 糖物虽然稀罕 窝国这边也不少见 我找个人问问 他用日语 和一个本地商人聊了半天 这才回过头来笑道 原来如此 不久前 我二叔来过一次 运了很多稀奇的糖物过来 长期御翻一锅 到圣茂 对二叔送过来的货物 非常喜欢 大家赞扬 师郎马上就懂了 所谓上行下效嘛 位高权重的人喜欢的东西 往往会成为风向标 引导流行 然后别的人也会跟着风抢了 没想到啊 二叔居然已经帮咱们 把市场开拓好了 郑森笑道 我们只要跟着清销就完事 买买买 趁着他们稀奇新鲜 赶紧把这批货高价脱手 等他们这一波狂热进过了 搞不好就要降价了 师郎 哎 小森 你比我小三岁 却比我更会做生意呢 郑森 哎呀 家学 家学 两人正说到这里 师郎胸前的刺绣天尊 刷得一下睁开了眼 师郎 郑森 你们两人 赶紧把握清空 然后率队离开长崎港 前往皮岛 与主力舰队在皮岛海外会合 师郎和郑森精神一阵 遵命 曹文赵率领着2500名官邻铁骑 刚刚登上了大海船 沿海总兵陈鸿范 奉朱尤简之命 在登州等着曹文赵 待曹文赵一到来 立即登上了陈鸿范的海船 然后庞大的船队就出发了 陈鸿范手下 一共有8000士兵 曹文赵手下2500官邻铁骑 加在一起 足足1万兵力 这还真不算少了 但是 运兵船却显得有点差劲 陈鸿范手上 根本没有什么正经大船 整个船队都破破烂烂 属于维护保养 船上就别说什么 箭炮不箭炮了 就算有炮 也没有火药和炮弹 这都是缺军饷造成的 整个大明 到处都缺军饷 没有军饷 就别妄想有多好的武器装备 这破破烂烂的船队 离开了登州之后 向北出发 穿过渤海海峡 对面就是荆州 现在的大连士 此时的荆州 早就已经落入了清军之首 守在荆州城里的 全都是八旗士兵 曹文赵站在船头上 远远地眺望着荆州城头的八旗兵 心情颇为复杂 这荆州 明明是我大明朝的地盘 真想下船 冲上去把这个城池抢回来 陈鸿范 曹将军慎行 这样胡乱登陆工程 和找死没有区别 曹文赵点了点头 他当然知道 从船上冲沙海 再去攻海边的城池 难度有多大 我不会犯傻的 陈鸿范轻叹了一口气 能保下皮岛都不容易 曹文赵黑地笑了一声 皮岛本将军 倒是有信心能保得下来 陈鸿范 保下皮岛 关键不在陆战 而在海战 剑奴一旦裹挟了朝鲜海军 皮岛位已曹文赵 正是因为海战才是关键 所以我有信心 陈鸿范 陈鸿范有点搞不懂 眼前这个人了 他是不是傻 就凭我手里 这点破船 去打朝鲜海军 你真的以为我们打得赢 朝鲜虽然是个 很弱小的国家 但是海军真不弱啊 但是 曹文赵也算是士之名将 应该不傻才对啊 陈鸿范小心翼翼 试探性地问道 曹将军 你的把握是从哪里来的 曹文赵 哪里来的 我当然是从河南过来的 陈鸿范 不是 我的意思 是你对胜利的 判断是依据的什么 曹文赵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嗯 洛阳放的好几部电影 都是这样讲的 陈鸿范 糟糕了 是只名将 是个傻的 陈鸿范心想 战局稍有不妙 我立即驾船逃跑 就这样决定了 他并没有注意到 旁边的曹变骄 正低声对曹变骄道 说 陈将军问你的意思是 我们有什么厉害的底牌 你怎么扯得这么远 你究竟抓不抓得住重点 曹文赵压低声 天尊的海军 可不能急着告诉他 这个人是敌室友 还很难说呢 万一他知道了 我们有厉害的先传 就写个密信 通知清军提防呢 所以我故意抓不住重点的 曹变骄道抽了一口东北洞梨 说 原来你有时候 抓不住重点是装的 曹文赵哼了一声道 别的 我也许会抓不住重点 但是和打仗有关的事 我可没抓歪过 不久之后 陈鸿范的船队 终于抵达了皮岛 驻守在皮岛上的沈士葵 已经酒后了 赶紧迎到了沙滩上来 见到曹文赵来了 沈士葵也不禁大喜 曹将军 有您这样的名将来源 我心里可安稳多了 沈将军过奖了 曹文赵报了报权 本将军也没什么本事 仅仅2500关宁铁骑 能做到的事情也很有限 这一张 关键还是要看水军的 一说到水军 沈士葵的五关 就扭曲到了一起 全都缩到了脸盘子中间 皱成一团紧巴巴的 这大约就叫做 满脸愁笼吧 我的人每日在岛北岸 向对面的铁山郡眺望 剑奴大军正在对岸集结 数量多达好几万 还有朝鲜兵五千 另外朝鲜水师 正在不断地调集过来 在对面的海岸线上 已经陆陆续续 来了十几艘大型龟船 还有船只在不断赶来 听到龟船二字 陈鸿范就吓了一跳 龟船乃是朝鲜国最强的战舰 当年沃国入侵朝鲜时 来岛通总率领的 沃国铁甲船 而且乌龟甲上还开了孔洞 让船副里的士兵 可以把长矛从这些孔洞里 向上捅出来 将敌军跳帮作战的水兵给刺死 当年沃国武士们 就被这一招阴得很惨 那些汉不畏死的沃国武士 嗷嗷叫着 用绳子挡到龟船上 但双脚刚刚站稳 甲板下面就伸出一片长矛 向上乱捅 这谁遭得住 沃国武士瞬间就死伤惨重 拿龟船毫无办法 陈鸿范心里更慌了 但曹文照听到了龟船两个字 脸上却一点也不见畏惧之色 反而笑道 没事 让他们好好准备 等他们集结好了 咱们再一网打尽 省得他们像流寇一样 散得到处都是 要收拾起来还挺麻烦 陈鸿范 沈士奎 一网打尽什么都不敢想 这次只要能守得住皮岛 就已经是万幸了 曹文照大步走进皮岛内 皮岛上这时候 有一万二千守军 当然 只是号称而已 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是战士 只是守军们的家属 或者在船上工作的民工 沈士奎真正能用的兵 也就顶多七千人 陈鸿范带来的八千人 随时有逃跑的打算 不太可靠 曹文照算了算 加上自己的两千五百官邻铁骑 能正面硬顶的军队 总共不到一万 这一万人 只需要在海滩边布防 挡住对方漏网的登陆部队 即可海面上的战士 可完全交给高家村海军 沈将军 麻烦你带本将军走一遍海滩 本将军想研究研究 该将兵力布置在哪些地方 沈士奎点了点头 请跟我来 一伙人走在海滩 刚走了没几步 曹文照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猛地一下向前跳了出去 大叫道 龟沈士奎吓了一跳 有敌军龟传 只见曹文照扑通一声扑在沙滩上 双手举起了一只大海龟 笑道 便骄 把这个带回去 不知道天尊爱不爱吃 众人 快放下海龟 这东西不好吃 而且 海龟是有灵质的动物 吃了要遭报应的 沈士奎和陈洪范 心里同时想到 完了 完了 名将曹文照 只怕是吹出来的名将 朝鲜 铁山郡 大量的八旗兵 朝鲜兵开始集结 亲王阿几格 贝子朔迁 宫顺王孔友德 怀顺王耿仲明 智顺王上可喜 一大群清军将领 在皮岛的对岸 看着茫茫的大海 宫顺王孔友德 怀顺王耿仲明 智顺王上可喜三人 都曾经是毛文龙手下大将 驻守过皮岛 皮岛这个地方 对于这三位叛将来说 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三人远远地看着皮岛的方向 内心复杂 而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阿几格 则皱起眉头 感觉到有点棘手 皮岛四面环海 我军无法发挥铁骑的特长 只能乘船浮海公岛 在渡海过程中 我军船只势必全部暴露在 明军视线之下 岛上明军可评显施放火炮 从容射击速度缓慢的木船 即便有少量我军船只靠岸 首岛明军也不难 从滩头发动反击 利用优势兵力 把我军赶回海中 贝子朔千点头道 首岛明军身处大海环抱的孤岛 无路可退 岛兵战船数量有限 也不可能由海盗退走 被围之兵 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拼命抵抗 这可真是不好办 两位清军大将都面有难色 阿几格转头对着孔 梗 上三人道 三位曾经驻守过皮岛 可有妙计 孙 梗 上三人还在回忆着 自己以前驻守皮岛时的旧事呢 想到大帅毛文龙 心情难过 突然被阿几格这样一问 三人几乎想也没想 同时摇头 没有 阿几格微微皱了皱眉头 他从三将语气中 感觉到了敷衍 但是 仔细想了想 算了 打皮岛不能靠这三个货色 还是得靠自己 他派出小船 围着皮岛转了转圈圈 远远地偷看了一下皮岛的地形 以及岛上的明军分布 决定摒弃强弓的方式 而采取奋兵两路 一起一正进行偷袭的作战计划 一路由八旗骑兵 汉军 乌真超哈 三顺王部 天佑兵 天助兵 及朝鲜兵担当 在正面列阵 大张声势 尽量吸引明军的注意 另一路由八旗步兵担当 暗中行动 乘坐小船 悄然渡海 一切计划停荡之后 阿几格也并没有立即开始进攻 而是写了一封信 派人划着小船 将信射上了皮岛 先攻信 再攻岛 崇祯十年 四月六日 傍晚 沈士奎 曹文照 陈洪范 正带着一群大小将校 巡视海岸 寻找着自己的防守 还有没有什么漏洞 一个在海边放哨的哨兵 向他们跑了过来 双手递上一封书信 报 刚才清军的小船过来了 在远处射过来一封剑书 还请将军过目 沈士奎打开剑书一看 脸色就变得相当的难看了 旁边的曹文照 陈洪范都凑过来看 原来 这是一封劝详书 里面吹了一波清军十万大军 已经隔海整兵 随时打算攻上皮岛 另外还有五千朝鲜兵 五十艘大龟船 以及各种小船上百艘 若是害怕 赶紧投降 不但能保得住性命 还可以给沈士奎封王 沈士奎看完 哈哈一笑 双手一挫 将劝详书撕成了碎片 沈某人虽然不是什么英雄 但绝无投降卖国之举 这迫信不回也罢 曹文照 说得好 哈哈 两人刚笑了几声 转头一看 却见陈洪范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不见了 咦 陈将军呢 刚刚不是还在我们身边吗 那么大一个陈洪范 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报 一名士兵飞快地跑过来 急吼吼地道 沿海总兵陈洪范 刚刚带着他的本部水兵上了船 逃走了 沈士奎 我操 曹文照 这家伙 两人正要骂人 就见一个将领 对着他们跑了过来 这人是陈洪范的部下 来周副总兵今日关 他一脸愤愤地叫道 两位将军 那狗日的陈洪范跑了 末将劝也劝不住他 他非要跑 末将不愿意当逃兵 所以留了下来 请两位将军 带末将杀敌 曹文照本来想骂人的 现在却轻笑了起来 金将军 好汉子 你这么勇敢地留了下来 本将军绝不会让你吃亏的 这一仗之后 定能让你升官发财 沈士奎 看来 剑奴马上要攻过来了 刚才那封信 就是为了动摇陈洪范这样的人的 曹文照 他要来 那便来呗 准还怕了他们不成 传令全军 准备应战 准备应战 岛上剩下的战士们 一起摇旗呐喊 准备与剑奴决一死战了 与此同时 陈洪范正指挥手下 划着破船 向着西南边的海上 没命地逃 愿意为了守卫祖国 抛头头颅 洒热血的士兵 都随着副总兵今日关 留在了皮岛上 跟着陈洪范一起逃跑的 全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 一群贪生怕死 军纪败坏的渣渣兵 现在唯恐逃得慢了 拼命地划着船 打仗时不用命 逃跑时却拼了命 一边拼命划船 还一边暗自庆幸 自己总算是在 清军发动总攻之前 逃出来了 小命得饱 血转血转 正开心呢 突然 前方的海面上 出现了一大片奇怪的船只 这些船全都没有风帆 也不知道靠什么在行驶 但是 它们的速度却奇怪地快 每一艘船的船尾 都因为航行得太快 而拖出了一条长长的尾浪 最前方是一条巨大的怪船 船头还站着一个 身穿侠士服 看起来先锋倒鼓 又威严霸气的年轻男子 那年轻男子 当然就是李道玄了 他伸手 对着前方的陈红范船队一指 大声下令道 诸位 前面那支船队 是贪生怕死的逃兵 诸位用自己淳朴的情感 来判断一下 对付林镇脱逃的逃兵 应该用什么手段 船上高家村水兵 齐声吼道 枪毙 枪毙 李道玄笑着摇了摇头 又是这样 网友判刑 枪毙起步啊 不过算了 战时林镇逃脱 枪毙一点也不过分 这次你们判对了 他将手向前一挥 大声道 枪毙他们 高家村海军 战速全开 对着陈红范冲了过去 陈红范还没搞清楚 对面来的船队是什么人呢 就见到对面的船队 加速冲过来了 最前面的大船上 飘扬着的五彩天尊旗 越来越近 迎风张扬 陈红范一看对方这来势 就知道是来揍自己的 不好 那奇怪的船队过来了 陈红范大吼 快打旗语 告诉对方 我们是大明朝水师 我们是大明朝水师 他身边现在全是贪生怕死之辈 一个个看到大船 冲过来魂都吓跑了 赶紧拼命地挥起旗帜 给予表明自己的身份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高家村水兵们 已经得到了天尊法旨 枪毙逃兵 有法旨在手 还有什么好聊的 根本不想聊 万里阳光号的水兵 用旗语回复道 干你娘 陈红范 对面在打旗语了 对面说什么 看不懂啊 陈红范的手下大汗道 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感觉到在骂人 他们过来了 过来了 快放箭 陈红范急着大叫 巨大无比的万里阳光号 六十米的船身 对着只有二十米的 苍山船撞过来 那气势 光是下 都能把苍山船下的飞起来 船上的贪生怕死之辈 全都尖声大叫起来 放箭什么的 哪里还放得出来 手都吓软了 碰 万里阳光号 一个箭手撞击 直接就把陈红范的船 撞成了两半截 断成两半的船 看起来就像两个剁骄鱼头 缓缓下沉 陈红范和一群手下 掉进水里 拼命地抓住木板 就在这时候 据传的船舷上 探出一个高家村水兵的脑袋 举起火冲 瞄准抓着木板的陈红范 扣下了扳机 枪壁哦 那肯定是要开枪的嘛 光用船撞 怎么算得上枪壁 满清大军开始进攻皮岛了 正面部队全是样子货 八旗骑兵下了马坐在船上 假装成一副要攻倒的模样 用来虚张声势 这些骑兵的后面 又跟着孔友德 耿仲铭 尚可喜三人消极作战的汉军 再加上五千朝鲜兵 全部乘着大船 摆出一副 要大张旗鼓进攻皮岛的模样 浩浩荡荡的大舰队 逼向皮岛的前岗 开火 开火 皮岛上的炮台 立即发出了怒吼声 红衣大炮喷出了火蛇 实行铁弹向着清军的船队落下 水柱子一个接一个地冲起 抢滩登陆战 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惨烈的 清军哪怕是装个样子 也难免死伤惨重 不时有炮弹落在清军的船上 砸死一两个士兵 还在船体上砸出一个大洞 不擅船的清兵士兵们 跟着船只一晃 就有掉下海的 在水里拼命地挣扎 还得靠孔友德 耿仲铭 尚可喜三人率领的汉军 将他们捞起来 孔 耿 尚三人出攻不出力 消极作战 船队一直掉在后面 喊声大 却不向前冲把炮弹 全都让给了清军 不消片刻 清军就损失惨重 皮岛上的明军士气大震 哈哈 剑奴也没啥好趴的 兄弟们 顶住 我们能赢 士兵们虽然高兴 但将军们的表情 却显得颇为凝重 东江总兵沈士葵皱眉头道 剑奴的战斗力 太小了 莱州副总兵金日官道 您的意思是 剑奴可能要在别的地方登陆 沈士葵点了点头 是的 我怀疑 剑奴用小船绕后了 这可不得不防 曹将军 您觉得呢 曹文照 不防 不用管 我们守好正岗就行了 沈士葵 金日官 两人实在搞不明白 曹文照哪来这么强的信心 天夜已晚 一更 此时 太阳刚刚落下 天地间虽然有一点点黑 但还不算全黑 视野已经不能极远 满洲削将 敖拜 准塔两人 正率领着一支 全部由金兵汉将 组成的绕后赶死队 悄悄地滑向皮岛的 东北侧海岸 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 战略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要制造一点混乱而已 敖拜和准塔两人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来打这一仗的 此时的敖拜 还是个英俊帅气的小将 他还不知道 自己将来会成为顾命大臣 能挟持康熙 也不知道 自己会被韦小宝捅死在监狱里 当然 更不知道 自己会在网络上 变身为圣诞老公公 每年圣诞都要被拉出来 跳一段圣诞舞 敖拜一身的胆气 根本不怕死 快滑 小声点 别滑出太大的声音 敖拜舔了舔自己的刀 一会儿 这把刀就会痛你 前面的剑奴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一个声音 突然在海面上响了起来 声音很年轻 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声音 敖拜吓了一大跳 什么情况 只见周围的海面上 突然亮起了几盏灯 不对 是许多灯 原来 这附近早就埋伏好了一支船队 两个只有十几岁大的孩子 正站在船头 用古怪的眼神 看着敖拜 敖拜心中咯噔一声响 糟糕 中服了 明军居然算准了 我们会用小船偷袭 早已经布下了船队再次埋伏 说话的人是狮狼 现在你们可以选择一种漂亮的死法 有被大炮轰死 被火冲打死 跳海淹死等等 我给你们十秒 懒得等了 兄弟们 上啊 船队呼的一声 对着敖拜冲了过来 敖拜吓了一大跳 对方的船都好大 好快 而自己这一边 全是偷袭用的小船 和对方的船根本没法打 这怎么办 只能逃跑了 他赶紧让小船掉头 想要逃跑 却见一支船队 刷的一下 又挡在了后方 为首一个戴着眼罩的海盗 大笑道 这么热闹 居然也被我赶上了 两位小友 多谢你们带我来玩 哈哈 他大笑了几声 声音一沉 对着敖拜叫道 大海盗妖心卷在此 剑奴们 今天你们一个 也别想走脱 敖拜 我操 原来是海盗 明君居然连海盗都叫来了 敖拜心中感觉不妙 自己只怕要交代在这里了 高家村的大船 碰得一声 撞进了清兵们 运兵的小船队中 撞得清兵们翻落海中 惊呼连连 战斗一开始就没什么悬念 清兵这边 只是一个绕后小分队 战略目标是牵制和捣乱 而且搭乘的全市小船 与高家村的电动大船打起来 连一丝一毫的胜算都找不到 甚至 他们连妖心卷的海盗船都打不过 一瞬间 就被撞得七零八落 火冲声一响 敖拜的部下 就惨叫着 东倒西歪 汉将准塔怒吼一声 把钢刀放到嘴里咬住 猛地向前一跳 双手攀住了一艘 高家村的小型船的船舰 打算翻上去 不过 他还没来得及使劲 就感觉到左手传来剧痛 原来是船上有一个高家村的水兵 看到船舰边搭上了一只手 使用火冲上的刺刀 扑的一声 捅进了准塔的手背 准塔惨叫一声 但手却没松 反而是猛地一使劲 翻了上去 同一时间 嘴里含着的钢刀 交到了右手上 挥起刀子 对准那高家村水兵 一刀劈了过来 他这汗劲 还真是吓了那水兵一跳 差点就中刀了 幸亏高家村士兵 平时刻苦训练 个个都有一副 强悍的身体素质 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那水兵猛的一个大养身 躲开了准塔这一刀 接着贴地一阵击打滚 向后滚出了老远 准塔熬的一声怒吼 想要追过去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他眼光向前平视一看 船上一大群水兵 全都抬起了火冲 只着了他 准塔 熬熬熬 火冲兵们 开火 砰砰砰砰砰 一瞬间 不知道多少发子弹 打在了准塔身上 准塔惨叫一声 向后翻落船弦 摔进了水里 敖拜一看准塔死得如此之惨 就明白了 那奇怪的船 不能上 上去必死无疑 他的眼光一转 描上了另一边的船 妖星卷的船 看起来这边的船 更好攻一些 敖拜也学着准塔的样子 将刀咬在嘴里 空出双手 趁着妖星卷的船 撞过来的时候 猛的一跳 攀上了船舰 妖星卷的手下 明显不如高家村水兵 训练有素了 船舰便搭了两只手 居然没有人注意到 所有人还在和另一边的 清兵互砍呢 敖拜敖的一声吼 猛的一番 跳上了妖星卷的旗舰 船上的海盗们 吓了一跳 有人大叫起来 剑奴大将上船了 快 杀了他 立大功 两个海盗立即扑了上来 挥起刀子 砍向敖拜 但是满清第一勇士敖拜 可不是随便两个海盗 就能收拾得了的 敖拜手里刀光一闪 两个海盗 同时见邪倒地 他挥起大刀 在妖星卷的船上冲了起来 目标只有一个 那当然就是妖星卷了 数名海盗围攻上来 敖拜一人一刀 立战群道 居然反而站着上风 振 振 两刀闪过 两名海盗被他弹开了钢刀 接着一撞一脚 两个海盗被他踢下了船去 一转眼的时间 居然被他攻到了妖星卷面前 妖星卷也吓坏了 左手甩起 亮出一把短冲 对准敖拜 砰的就是一冲 但敖拜的反应更快 一矮身 打了个滚 居然把这一冲给躲开了 妖星卷愣了愣 有点猛 下一个瞬间 敖拜一个虎扑跳上来 刀光挥起 与妖星卷站至一处 不出三招 妖星卷手里的钢刀脱手 敖拜的刀子 架在了妖星卷的脖子上 海盗船上的战斗一下子凝固 没有人敢再对着敖拜出手 敖拜也有时间来打量一下战场的局面了 准塔已战死 敖拜的手下也几乎全部下海喂鱼了 整个战场上还能站着的清兵 只剩下他一人 敖拜倒抽了一口凉气 自己带来的全是精锐啊 汉不畏死的精锐 才短短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 居然全死光了 这说明对手更加精锐 敖拜呼呼地喘着气 放我走 不然我杀了这个人 旁边的高家村水兵和妖星卷的手下 全都愣住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倒是妖星卷大叫起来 别管我 他娘的让他杀了我 他也走不掉 老子烂海盗一个 换剑奴大将一条命 直当 狮狼和郑森两人瞬间僵住 不知道如何是后 两人毕竟还是孩子 这个局面有点超出掌握 就在这时候 妖星卷背后的船舱里 突然有一个小小的木偶人 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原来这是一个山西校医木偶人 运到日本去卖的 他是作为艺术品 从山西永记古渡码头卖出 在小浪底周围 卖到上海港 被妖星卷买了 带在船上 准备 但这个木偶人 有个有趣的地方 他的脸是做成的天尊的脸 以前的校医木偶人 都是做的各种神仙 男女主角的脸 但是随着 道玄天尊除魔传 在山西的不断传播 校医木偶戏里 已经加入了许多 和天尊有关的故事 匠人们 当然要制作天尊木偶 在演木偶戏的时候 才好用啊 这个艺术品 飘扬过海 一直在妖星卷的船上 但可惜的是 沃国人现在 还不知道天尊的威名 对这个木偶人 没兴趣 也就没卖掉 就又随着他来了皮岛 木偶人 从船舱里缓缓爬出 亲手亲脚 缓缓地走向了 敖拜和妖卷两人的背后 敖拜这时候非常警惕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如果有人靠近 他绝对能发现 但是一个小小木偶人靠近 那就属实超出了 他的认知范围 根本没可能发现 敖拜 换不换 不换我杀了他 妖星卷 不要换 让他杀了我 你们给我报仇 狮郎和郑森都在犹豫 就在这时候 狮郎胸前的天尊刺秀 突然开口了 和他尬聊 狮郎 啊 天尊来了 尬聊是怎么个疗法 刺秀天尊 自己想办法 我没空 说完 刺秀天尊又沉寂了下去 狮郎深吸了一口气 好吧 尬聊 这可是天尊法旨 哪怕尬点 也必须聊了 狮郎开口道 你这家伙看起来挺勇猛的 你究竟是谁 敖拜骄傲地道 无奈满洲第一勇士 敖拜 狮郎 那第二是谁 敖拜诺 你这家伙耍我 现在说正事 换不换 再说半句废话 我就把这人杀了 然后和你们拼了 狮郎住了 天尊法旨让他尬聊 但是对方却说 再说半句废话 就要杀了人质 这可如何是好 吃了没文化的亏呀 不会说话呀 都弥足珍贵 一换衣 一点也不亏 甚至血赚 我们当然要和你换了 但是 换的方式 方法 可能需要研究换 当然换 郑森突然接口道 我大明朝的人 不论是大将 士兵 老百姓 甚至是一个海盗的命研究 总不能现在说一声换 你就乖乖放了手吧 你肯定怕 我们说话不算 师郎大喜道 小森 还是你聪明 这样又能尬聊上了 果然 敖拜也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 想了想 你们准备一艘小船 我划着小船到了岸边 就放了这个人 郑森 那你放了他之后 刚跑上岸 我从背后给你一炮 你又如何应对 敖拜 尬住了 果然是尬聊 就在这时候 小天尊木偶人 已经爬到了敖拜头顶上的翻锁上了 他抓住一根绳子 然后向下一划正森 这时候还在尬聊 我们又不是等满野人 说话不算话 我天朝上国 礼仪堂堂 说出去的话 像泼出去的水 其实 你可以试着相信我们一下 先把人放了如何 敖拜正认真听着他的尬聊呢 突然 半空中影子一晃 一个木偶人 从头顶上空滑下来 头下脚下 倒掉在了他的面前 张开嘴 露出诡异可怕的笑容 同时还发出一阵鬼笑 哈哈哈哈 一嘿嘿嘿嘿 敖拜 啊呀 半夜三更的 他又正在和别人谈严肃的事 注意力全在尸郎和正森的身上 突然来这么一下 这谁遭得住 人吓人 吓死人 这一下吓得敖拜手都软了 妖心卷也不是傻的 见机不可施 想都没想 身子向下一缩 瞬间滚倒在地 向着旁边一连窜打滚逃开 就在这一瞬间 火冲声也跟着响了起来 呼呼呼 敖拜身上瞬间出现一大堆血洞 连惨叫都叫不出来了 庞大的身躯向后倒下 轰的一声把甲板都砸得老响了 妖心卷从地上爬起来 看了看那奇怪的木偶人 一眼不可思议的表情 然后一声大喊 有妖怪 碰 狮狼跳帮过来 一脚将他踹倒 说什么妖怪不妖怪的 无理之极 这是天尊 妖心卷猛猛地爬起来 对不起 都怪我太废物 居然让剑奴大将抓住了 拖了你们后腿 不 木偶天尊微笑起来 你干得得很好 截住了清军的退路 非常勇敢 立了大功 回头来周山岛 送你一场大富贵 妖心卷 啊呀 妖怪又说话了 碰 碰 狮狼和郑森同时出脚 将妖心卷踹翻在地 都说了那是天尊 你这家伙一口一个妖怪 想死啊 就在敖拜 准塔队被狮 郑森 妖心卷三人围剿干掉的同时 皮岛另一边的海面上 清军真正的精锐主力 出动了 顾山俄真萨木石卡帅 八旗精锐步兵 向着皮岛西北域的江高湾地方 偷偷地前进着 这可不像敖拜和准塔那样 只是一支小部队 这是一支庞大的船队 各种奇奇怪怪的运兵小船 数量达几百艘之多 总兵力超过一万 而且没有什么汉军 朝鲜军一类消极作战的部队 全是满足兵 有句话叫 女真不满万 满万不可敌 萨木石卡对自己率领的这支精锐 偷袭部队充满了信心 没有人能敌得过他的一万精锐 没有 除非 对方不是人 萨木石卡正想到这里 就听到部下低声叫道 将军 谁底下 刚才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游过去了 萨木石卡 这里是大海 里面有些鱼有什么奇怪的 部下 不像是鱼啊 像是个人 搜的一下就窜了过去 萨木石卡 人怎么可能游得很快 一定是鱼 他话音刚落 队伍最前方的一艘运兵小船 突然左右摇晃起来 船上的兵吓了一大跳 什么情况 船为什么突然摇起来了 哎呦 不好 一个士兵站立不稳 扑通一声掉下海去 旁边的船上伸出船浆 让那士兵拉住 想要把他拖起来 但那士兵突然惨叫起来 水里有什么东西在攻击我 啊啊啊 船上的人吓坏了 赶紧拼命地往上拉 刷的一下 终于将那士兵给拉了起来 这才发现 他的小腹上有一个巨大的伤口 正在鼓鼓地流着血 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东西攻击了你 不知道 知道 那士兵产生到 刀 脑袋一锤 人没了 船上的人吓得魂不附体 水底下怎么可能有刀子捅人 是明军水鬼吗 别说傻话 江里打仗才有可能派出水鬼 大海里怎么可能派水鬼 我看到了 有人叫了一声 指着水底 一群士兵都转头来看 但天色很黑 海水变得漠黑漠黑的 视线根本无法透入水底 只能看到 水下有一个一人高的黑色影子 飞快地游走 瞬间去得远了 看起来像人 人不可能游这么快 也不可能潜在水下这么久 那究竟是什么 只见那黑影 又游到了一艘小小的运兵船下面 接着 那船也剧烈摇晃起来 船上的水兵 吓得嘴唇都白了 他们很明白 自己若是掉下水 也会小腹开个大洞而死 所有人都魂不附体 死死抱住了船 然而 总有那么一个倒霉蛋 脚一下滑 扑通一声掉入海中 旁边的人吓得不轻 赶紧身将救援 但已经晚了 落水的人 从水里拼命地 探出半边身子 想要爬回船上 但马上就惨叫了一声 啊 凄厉的惨叫 让所有人都心中发毛 这不对劲 这怪物不对劲 啊 快向水里射箭 士兵们还真往水里射箭了 但是箭矢入水 就变得没什么威力 被水流化解 根本射不中 那游得飞快的怪物 他们并不知道 就算射中了也没用 整个船队 都被那个怪物 搞得狼狈不堪 连对周围海面上的警戒 都放松了 当然 他们就算警戒 也没有 一堆偷袭用的运兵小船 靠着警戒 就能对付巨舰 所以 当第一艘巨舰万里阳光号 出现在前方的海面上时 清军整个舰队人都呆了 那是什么 好大的船 半夜三更的 海上怎么可能有这东西 妖船吗 刚刚还有水底妖怪 来招呼过他们 现在他们看到一艘巨大的 黑乎乎的巨船出现在前面 脑子里第一个念头 根本不是明军 而是妖船 妖船 妖船上面的水兵们 现在正在往泡塘里面塞泡弹呢 而且 因为对方都是小船 所以就不用实行弹了 全部换上榴弹 高家村的水兵们 对榴弹这东西 已经比较熟悉了 但是劳改海盗和新水兵们 却很少接触到这东西 一个劳改海盗 抱起一个榴弹 一脸虚心地 向着旁边的高家村水兵请教 老哥 这个炮弹 要从哪个方向放进炮管 高家村水兵乐呵呵地给他讲 你看 炮弹有一边有个木头托子 木托子中间 还有一个引信 那个方向向下 开炮的一瞬间 引信会被点燃 炮弹也会被推飞出去 飞到敌人的位置时 引信刚刚烧完 就正好爆了 劳改海盗 原来如此 哈哈 学会了学会了 早就想玩玩这个了 这次终于轮到我们 发挥了 劳改海盗们 比高家村水兵还要兴奋 手舞足蹈地 往炮管里塞着炮弹 而这时候 对面的清兵们还在喊 妖传 有妖怪 妖怪过来了 啊 哄 一声炮响 妖怪居然开炮了 清兵们 妖怪为什么还会用炮 这是哪来的高科技妖怪啊 眨眼功夫 第一枚炮弹 已经飞进了清兵船队中 毕竟密密麻麻一大片小船 也太好瞄准了 根本不需要瞄准 不可能打歪啊 榴弹轰的一声 第二次爆炸 恐怖的弹片 向着四周散开 周围几艘船上的清兵 齐声惨叫 以各种姿势翻落水中 我操 果然还是妖传 这妖怪大炮还会开化 啊呀 妖怪大炮 清兵虽勇 但只是对人勇 不是对妖怪勇 所有人都吓得魂不附体 领军大将萨姆什卡 整个人都骂了 这是什么情况 谁来教教我 他游目四骨 马上就发现 妖怪船不止一艘 而是有很多艘 正从四面八方的海面上围过来 夜色深沉 这些妖怪船 根本看不清楚 只能看到他们黑乎乎的船影 像一座小山似的 耸立在远处的海面上 只有他们的大炮开火 那一瞬间的火光 能让萨姆什卡 勉强看清这艘船的一点点边缘 开花弹一轮乱打之后 萨姆什卡就发现 自己的精锐大军 已经不太对劲了 所有人都哭爹喊娘 战役被夺 士气已经下降到了冰点 这如果 是在陆地上的战斗 现在军事已经崩溃 所有人都在逃跑了 但这是在海面上 船队挤在一起 前面的人想退也退不了 前面的船退回来 会被后面的小船给顶住 这才使得整个船队看起来 好像没有崩溃的样子 实际上 它已经崩溃了 萨姆什卡当机立断 跑 旗舰上的水兵们 拼命向后划起船来 逃呀 逃回岸上 我们就不怕 那可怕的妖船了 这时候 妖怪船队 已经在向前冲过来了 光用大炮轰 明显不够近 毕竟大炮准头有限 有些炮弹没计算好 落进水里才炸 打了个寂寞 用火冲打跟过瘾 火冲兵们大喊起来 不能光让炮冰爽 我们也要参与赶 操舵手们也叫了起来 我们也要参与赶 撞过去 劳改海盗们举起了刀子 我们也要 一晃就会落水 你们不行 天尊威严的声音响起 静止跳帮 严禁跳帮 对面全是小船 你们跳上去太危险了 小船劳改海盗们 落水了游回来啊 不怕 天尊 刚才我在水里捅了几个清兵的小腹 鲜血的味道 已经弥漫开来了 你们懂的 劳改海盗们一听这话 吓了一跳 鲨鱼要来了 鲨鱼这东西 对血腥味极为敏感 刚才李道玄放了几个人的血 那可不就是引鲨鱼吗 只见一个清兵刚掉进水里 还想爬回船上来呢 突然猛的一将 刷的一下就沉了下去 接着水里翻起一阵水花 鲜血鼓鼓冒起 鲨鱼的鱼影一会儿过 劳改海盗们 尴尬地收起了刀子 不跳帮了 这情况 落水就死啊 没错 落水就死 这情况 对于大船来说太占便宜了 对于小船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高家村的巨船 对着清军的小船队 猛被一下撞了过去 砰砰砰砰一阵响 数艘小船被撞翻 船上的水兵惨叫着 落进了水里 幸运点的 被大船卷进船底 淹死 也有被电动船的螺旋桨 卷入的碎尸 谢大自然的馈赠 开饭了 最倒霉的 就是碰上鲨鱼的了 大鲨鱼们本来正饿肚子 突然看到一大块肉肉 掉进了海里 顿时大喜 赶 鲨鱼们围上餐巾 拿起刀叉 啊不对 这是渤海海峡的鲨鱼 用不惯刀叉 他们更习惯使用筷子 所以拿起碗筷 开开心心地冲了过来 海战一开始 就是单方面的碾压 毫无半点悬念的那种 萨姆史卡整个人魂都吓飞了 大声喊 退退退 他比敖拜幸运 敖拜带的是一只小船队 所以很容易就被包围了 根本逃不掉 但萨姆史卡率领的是一只巨大的船队 有几百条运兵小船 高家村也没法将这么大的船队全都围起来 终究是给他找到了一条逃生之路 萨姆史卡狼狈不堪地逃回了陆地 清军的两只偷袭船队全都见了阎王 但这时候 负责正面战场的清军还根本不知情 他们还在摇旗呐喊 做出一副要攻正港的样子 阿几格没有下海 而是留在了铁山郡这边的海岸上 遥控着战斗 负责前线冲锋的人名叫哈达纳拉马福塔 马福塔在清军中 一直负责着与朝鲜方面的交涉与战斗 所以 以这次轻攻朝鲜 他属于先锋大将 此时 马福塔正监督着50艘朝鲜战船 对着皮岛的正港 发起猛烈攻击 东江总兵沈士奎的主力部队 也不知在正港 因此 这里实际上是皮岛防御力量最强悍的地方 开炮 朝鲜的战船上装了几门大炮 虽然不多 但是朝鲜水兵的炮术还算勉强 轰得一炮 打在了皮岛炮台下方的青石墙壁上 石头被砸出一个大洞 吓得皮岛炮兵向后打了好几个滚 看到自己没事 这才拍着屁股翻起来 赶紧又往自己的炮管里装填炮弹 有人大骂道 苟日的朝鲜人 旁边也有人探道 这种时候 就别骂朝鲜了 先把剑奴弄死再说 只见清军那些下了马的骑兵 在朝鲜归船的掩护下 已经开始在正港登陆了 守军赶紧把炮口调转过去 对准沙滩乱打 石星炮弹对士兵的杀伤力实在太弱 一枚炮弹顶多只能砸死几个士兵 性价比极低 而这时海面上的朝鲜船 还在对着炮台猛轰 守军一边要应付朝鲜的炮击 一方面又要对着沙滩上攻击 实在是顾此失彼 火冲兵 弓箭少 沈士葵大吼了起来 守军拿出鸟冲 三眼神冲 对着弓上沙滩的清兵 洒出一片怒 但清兵在与明军多年的战斗中 早就对火冲一类的东西 有着充足的防备了 除非小部队在野外遭遇战 他们没有准备 才会吃亏 但凡是拉开大军对战 清兵都会防明军的火气一手 运兵船上竖起了大盾 盾牌很厚实 足以抵挡鸟冲与三眼神冲 弓箭更是别忘想有任何效果 清兵缓缓压上来 在沙滩上一排又一排的站稳 靠着盾牌的掩护 开始集结成军阵 沈士奎表情严肃 他感觉到有点棘手了 清军如此勇猛攻倒 会给后面的汉兵和朝鲜兵 做出表率 如果汉兵和朝鲜兵 也拼命地进攻的话 那皮倒就完了 就在这时候 曹文赵从旁边钻了出来 这里交给 我们来抵挡一阵吧 沈士奎大喜 关宁铁骑出手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关宁铁骑 可是清军的老对手了 在和清军交战这一项上 关宁铁骑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沈士奎赶紧退开到一边 准备学习一下 关宁铁骑的打法 曹文赵 辩骄 天尊给的新武器 都带好了吗 曹辩骄 大伙都带着呢 曹文赵 好 关宁铁骑 上 沈士奎准备救济 瞪大眼睛 准备学习 只见2500名关宁铁骑 在曹辩骄的率领下 开始走向沙滩 曹家叔侄都是著名的猛将 经常都会亲自提起长矛 和士兵们一起冲锋陷阵的那种 可谓名震天下 沈士奎这次 正好一睹名将风采 看看他们究竟如何砍人 却见曹辩骄伸手在怀里一摸 右手拿起了一个奇怪的黑色小圆柱体 下面还装了个木柄 以便他手持 沈士奎头上 缓缓地跳出一个小小的问号 曹辩骄左手再一拿 拿出一个火折子 沈士奎头顶上的问号 就像河豚冲气一样 迅速地膨胀起来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只见曹辩骄用左手的火钗子 点燃了右手那个奇怪的 玩意上的一根影信 火花丝丝地燃烧起来 然后曹辩骄猛地一下 加速对着清军冲了过去 大吼道 去你娘的 说完 右臂一甩 那奇怪的黑色雾势 就被扔进了清军阵中 沈士奎 我操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打法 清兵野猛啊 那黑乎乎的东西 飞进清军阵中 在一个清军的头盔上一撞 光的一声响 弹落在他的脚边 清军摸了摸自己的头 没事 这东西 打人一点也不痛嘛 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 一句话没说完 哄 升天 旁边的数名清军 一起被弹片打翻 曹辩骄 哦耶 中了 与此同时 官宁铁骑们 也几乎全都在做着 和曹辩骄一模一样的动作 拿火折子点燃小黑球 挥手猛扔 去你娘的 有人一边扔 还在一边怪叫 哇哈 终于有机会亲手玩这个了 看到民团玩这个时 我他娘的好眼红 就像个扔的大炮杖 有人扔出了黑球之后 还对着前方的清兵 比划了一个不太雅观的手势 嘴里配音道 去死吧 砸碎 漫天黑球 对着清兵 刚刚登上沙滩摆开的军阵飞去 接着 轰轰轰的爆炸声 连绵不断地响起 清军瞬间就被炸得七零八落 曹编焦这时候 才刷的一下 拿出了自己的长矛 大吼刀 冲锋 2500关宁铁机 同时拿出了自己的武器 开原弓 鸟冲 三眼神冲 长矛 大砍刀 冲了 这时候 才是真正的关宁铁机打法 鸟冲打 开原弓射 三眼神冲再打 长矛裂阵乱捅 再抽出刀子 来砍你个娘的 沈士葵 我操 这才是关宁铁机吗 刚才肯定是我眼花了 关宁铁机肯定不是刚才那样 肯定不是 好不容易才冲上沙滩的清军 瞬间就被关宁铁机 顶回了海里 清军先锋大将马夫塔 看到这一幕 也不禁有点猛 明明一开始还好好的 沙滩也爬上来了 在盾牌的掩护下 军阵也集结好了 只要再一波进攻 就能站稳脚跟 后面的汉兵和朝鲜兵 也就会跟上来了 没想到 敌军就这么一波 又把一切化为了乌有 啊啊啊 我不服 马夫塔大怒 冲你娘的 他刷的一下抽出了长矛 身先士卒 再一次猛冲沙滩 抢滩登陆战1637 2.0版本 曹便娇 来得好 他一挥长矛 对着马夫塔迎了上去 两员猛将在沙滩上相遇 长矛一扫 碰碰 两声闷响 两人都被对方长矛上的力量 震得手腕发麻 心里暗响 操碰上劲敌了 曹便娇和马夫塔两个都是猛将 一打起来 那动作简直眼花缭乱 让人目不暇接 看都看不过来 枪影漫天翻飞 两个人影在沙滩上不断翻腾 十几招过去 马夫塔终究还是敌不过曹便娇了 只感觉对方枪势灵活 变化无穷 攻得他一阵手忙脚乱 心里慌了 卖了一个破绽 转身就逃 曹便娇 他娘的 打不过就跑 他一个大步 想要追上去 却见马夫塔 已经跳上了一艘小船 拼命地向着海面上滑 曹便娇可不想上船 左看 又看 突然想起来了啥 又伸手入怀 摸出一个手榴弹 点燃隐性 对准马夫塔的船 一甩手扔了过去 马夫塔刚刚逃出升天 正在庆幸自己跑得快 突然听到咯咚一声 有什么东西落到船里了 还在船里滚来滚去呢 马夫塔低头一看 啊啊呀 是那个奇怪的黑球 哄 马夫塔翻倒在了小船里 有清军攻打左偏港 来州副总兵今日官大叫起来 我过去顶住 清军在右偏港也登陆了 沈士葵 我去挡住 正港就交给你了 曹将军 曹文赵点了点头 好 一时之间 皮岛各个港口 全都燃烧 起了熊熊战火 清军打来打去 硬是打不上沙滩 心里也开始有点慌了 有人大叫 敖拜 准塔率领的偷袭绕后小队呢 为什么还没有让明军的背后乱起来 顾山俄真 萨木什卡的精锐步兵团呢 看时间 他应该已经打上皮岛了呀 为什么 总大将阿几格也有点猛 这两路军队为什么没有半点反应 正猛着呢 他就看到顾山俄真 萨木什卡的旗舰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一脸惨兮兮的样子叫道 我们的绕席部落 在海面上碰到了妖船 被打得很没有多少人逃回来了 这一句话 吓了阿几格一大跳 你回来了 但敖拜和准塔还没回来 阿几格 他们两人 不会是以金斯 他刚想到这里 就见到海面上出现了一只规模不算大的船队 为首的一艘大船船头 居然站着两个大半的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拎着一枚人头 隔得太远 光线又暗 看不清那人头的脸 那孩子拿着铁皮喊话筒 对着前面正在消极作战的汉兵和朝鲜兵们 哈哈大笑 剑奴先锋大将敖拜 狗头在此 这一声喊过 汉兵和朝鲜兵们顿时下了一大跳 朝鲜这边的领军大将平安兵石柳林 想都没想 就大声下令道 清军败了 我们快退 50艘朝鲜战船 立即开始耸 反正 他们本来就很耸 现在只是更耸一点的向后跑而已 倒也不是那么非常的显眼 而另一边 孔友德 耿仲明 尚可喜 这三个大汉奸 攻打皮岛 本来就有点消极 一直都在出攻不出力 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 风景扯呼 开始撤退 朝鲜兵和汉兵一撤 只剩下清兵在正面战场上 就没法继续了 清兵的水战能力 那叫一个弱渣 没有朝鲜海军给他们撑场面的话 他们根本没法打 事到如今 也无法再强撑下去了 阿几格只好下令 收兵 还没攻上岛的清兵们松了口气 赶紧后撤 而已经攻上岛的 现在就尴尬了 三步并坐两步 跑到海边登船 背后有明军在追着他们狂砍 狂射 还有官宁铁骑扔手榴弹 清兵逃得狼狈 死得惨烈 不一会儿就丢下了一地的尸体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皮岛上才终于爆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 我们赢了 赢了 清军退了 哈哈 我们赢了 守住皮岛了 东江镇万岁 东江 东江 欢呼声直破云霄 大陆这一边的阿吉洛 则黑着脸收罗残兵 不清点不知道 一清点下一条 敖拜 准塔不全灭 连一个人都没逃回来 顾山额针 萨木石咖 倒是逃回来了 但他率领的一万精锐 几乎折损了一半 另外 攻打正港的猛将马夫塔战死 负责攻打正港的清兵 也损失惨重 这一仗 清军的损失几乎近万 可以说是打得元气大伤 女真不满万 满万不可敌 但若是损失了一万 会怎样 毛骨悚然 阿几格整个人都骂了 不能再攻这个岛了 再攻下去 我国灭移 快回去汉城 通知皇上 皮岛上的欢呼声 久久不能停歇 沈士奎大步走到曹文照 和今日关两人 行了一个大礼 这一次皮岛能得以保存 全靠两位将军舍命相助 嘿 那个临阵逃跑的陈红范 要是知道咱们打赢了 肯定会后悔死吧 到手的战功飞了 还落了一个逃兵的罪名 回头我向皇上狠狠地弹劾他 君劫或杀死于海面之上 哈哈 不需要弹劾他了 他已经死了 曹便娇从旁边跳出来 大笑道 陈红范再逃回去的路上 被轻 沈士奎 咦 还有这是 小曹将军是怎么知道的 曹便娇指了指 自己身后的几个人 狮郎 郑森 妖心卷 笑道 是他们从海上带来的消息 沈士奎一看 一个大人 两个孩子 很自然地就对着妖心卷行了一个礼 这位将军 不知如何称火 妖心卷黑黑笑 我叫妖心卷 是一个海商 啥 海商 沈士奎这种在岛上混搭的人 哪还不知道 海商是什么东西 不就是海盗换了个好听的说法吗 不过 能帮自己打仗的海盗 就是好海盗啊 沈士奎乐呵呵道 这次真是多亏了姚将军 在海面上击溃了剑奴的绕后部队 还杀了他们的猛将敖拜 准塔 不然 清军在攻打正港的时候 绕袭部队从背后冲出来 我军威仪 他又转向曹文赵 道 难怪前几天 我说虚防剑奴绕后 曹将军没有表示 原来曹将军早就在海上安排好了这么一手 曹文赵呵呵笑了笑 倒也不多说废话 船队并不是他安排的 但他不能说是天尊安排的 只能认诚自己安排的了 这让他这种不喜欢玩心术权谋 只喜欢正面应对的武将 有点小难受 但是 这点难受还是可以忍的 沈士奎谢过了妖心卷 和两个大孩子 就听到旁边的莱州副总兵今日官道 幸亏末将没有跟着陈鸿范一起做逃兵啊 留下来手倒 末将是抱了必死之心的 没想反而死终求活 哈哈 陈鸿范那斯反而死了 话说回来 剑奴的水军这么厉害吗 居然能在大海上拦截陈鸿范 他可是多年的老水军 在海上逃起来飞快的 郑森向前一步 道 剑奴大将顾山俄真萨木什咖 率领了几百艘小船 从另一边绕西皮岛 没想到 正好撞上了陈鸿范的船 陈鸿范再能跑 被几艘船围上 也只有死路一条 原来如此 今日官心里也直发毛 还好我没跟去 对了 你们干掉的是敖拜和准塔的部队 那顾山俄真萨木什咖的大船队 又是净干掉的 曹文照笑道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他指着海面上 只见高家村的主力舰队到来了 一片巨船驶到皮岛的正港 那船大的皮岛的港口 都被衬托得变小了 沈士奎斯的 倒抽了一口东北洞篱 这船如此之大 船要靠过来的时候 驻守在港口的皮岛驻军也吓坏了 哇哇地叫着 你是哪里来的船 你不要过来啊 港口的官邻铁骑赶紧站了出来 莫怕 这是咱们自己人 皮岛驻军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是自己人 吓死我们 大船停稳 水战特化型天尊 带着江城 以及劳改海盗中的两员大将 白杨 刀客 和大群水兵 从船上走下来 一边走 还一边对着官邻铁骑们挥手微笑 同志们辛苦了 官邻铁骑激动得热泪盈眶 天尊对着我挥手了 天尊刚才对我笑 天尊亲切地问候 让我感觉到 再苦再累 也是值得的 沈士奎看到这一幕 直发猛 那谁 这么大的排场 曹将军 你的官邻铁骑 居然对他如此恭敬 曹文照道 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 伟人 本来想说神仙 最后强行改口伟人了 好难受 李道玄一路走到沈士奎面前 微笑 沈将军好啊 久仰久仰 他这句久仰 还真不是瞎说的 好些天前 李道玄在查皮岛的资料时 就知道了沈士奎这个人了 这人虽然靠女儿上位 但是在抗清这一点上 没得黑 历史上的他 明明有逃生之路 却不肯走 死手疲倒到最后一刻 被清兵活捉 他被送到阿几格和马夫塔面前 马夫塔问他 你怎么不跪下 沈士奎 我凭什么跪下 快杀了我吧 马夫塔大怒 下令将沈士奎推出斩首 消失旗下 这么一个人 李道玄还是要尽他三分的 沈士奎看到李道玄这气派 周围的人对他的恭敬态度 倒也不敢造次 心中已经将他当成大官来看了 抱拳为礼 这位先生 不知如何称呼 李道玄 我姓李 你就当我是龙溪李氏好了 龙溪李氏 沈士奎心中暗惊 唐朝宗室 居然还没死绝 不过这也不奇怪 世家大族 隐于世间的多了去了 这种人往往交流广阔 手眼通天 看曹家叔侄对他的态度就知道 自己怕是得好好巴结 讨好讨好他 对了 李道玄开口道 今天打了胜仗 大家开心 把将军和士兵都叫出来 好好地吃一顿 摆个宴席吧 沈士奎笑道 这是肯定要的 末将也打算大摆宴席 请各位前来相助的将军们 好好地吃一顿 李道玄 我可不光是说了将军啊 士兵们也要一起嗨 沈士奎小小地尴尬了一把 皮岛孤悬于剑奴复兴地带 远离大明 以前一直是靠着朝鲜王李宗的资助 才能存续 自从朝鲜被剑奴入侵 李宗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给皮岛送物资了 岛上食物已经开始不足 咱们几个将军开个宴席还好 岛上两万多人 若是都要吃顿好的 只怕撑不了几天就吃光了存粮 此等小事 不足挂齿 李道玄微笑道 出征来这之前 我就考虑到这件事了 所以 船队运载了大量的粮食来 今后朝鲜无法援助皮岛 但我可以资助 沈士奎大喜 此事当真 其实他心里正在愁呢 虽然打了胜仗 但只要朝鲜往李宗部 救济皮岛 皮岛就一定会断粮 早晚也得崩 但现在 新的粮主来了 这事的重要性 不亚于打败了剑奴 李先生 您可真是我皮岛的救命恩人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沈士奎感动的眼泪 都包在了眼眶里 哈哈 沈将军英雄人物 魏玉清军不惜拼上性命 我李某人出点粮食又怎么了 李道玄笑道 不光粮食 以后武器 铠甲 火药 棉衣等物 我都会给你运来 沈士奎一个大礼拜了下去 李先生真是皮岛再生父母 李道玄 好了 别在这些俗里上浪费时间了 传令全岛 准备大白酒宴吧 让辛苦了一丈的将士们 全都吃顿好的 这句话瞬间插上翅膀 飞遍全岛 皮岛守军在朝鲜停止援助之后 已经好几个月 没吃上一顿好饭了 现在听说来了新的金主 有凉了 那还不欢呼雀跃 整个岛上欢腾得 像在过节一样热闹 李道玄也正开心呢 突然见到曹文赵飞也似的 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他又回来了 手里还抱着一只巨大的海龟 天尊 听说你很喜欢吃各种海鲜 要不要来一只大海龟 大海龟一脸猛逼表情 瞪着一双无辜的卡自兰大眼睛 李道玄 旁边的人齐声叫道 曹将军都说了海龟不好吃 而且这东西有灵质 吃了要吃糟报应啊 快放了它 皮岛上的官兵们大摆宴席 好酒好菜好饭好面 一切都是最好的 所有人都很开心 上的状况 不过 他们马上就发现 那些船上的水兵们并没有参加 他们还架着船 在皮岛外围巡逻和监视着海面 一名皮岛兵跑到海边 对着海上的船大叫道 船上的兄弟们 你们怎么不来参加宴会啊 船上的高家村水兵笑着回复道 我们不能也去吃啊 不然剑奴又来偷袭就麻烦了 总得有人守着的 听他这样说 岛上的官兵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们在精神抖擞的起床 来接替我们吧 高家村水兵道 你们守岛多年 辛苦了 好好吃吧 尽情吃醉也没关系 我们守一晚上不防事的 明天 岛兵感动得不行 兄弟们 多谢了 欢呼声重新响起 到处酒肉飘香 干 与此同时 海的另一边 汉城外 黄台急黑着一张脸 听完了阿几格的报告 这一战 清军损失极大 精锐一下子就损失了数千人 这对于仁丁本来就不兴旺的清军来说 简直是剧烈的疼痛 黄台急心疼得差点不能呼吸 黑着一张脸 苦涩了许久 挥手道 暂时别管皮岛了 在我们没有强大的海军之前 都不能再去攻打皮岛 这样的损失 我们承受不起第二次了 说完 他刷的一下翻出了三国演义 翻到一夜 看吧 当初曹操南征 在赤壁遭逢大败 他就退了兵 但这并不影响魏国统一三国 一时的撤退 是为了养精蓄锐 等待更好的时机 说完 黄台急大声宣布 班师回国 行动代号曹军撤退 阿几格 啊 撤退也有行动代号 黄台急 撤退也是一门学问 当然也要有行动代号 当初曹军撤退之后 留下张辽 镇守逍遥金 大败吴军 我当仿效之 在丹东留下一支驻军 牵制皮岛的行动 必有奇效 阿几格 皇上英明 于是 清军撤了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朝鲜王宫 李宗听到这个消息 也不禁大喜过望 撤了 清军终于撤了 而且皮岛也守住了 这是件大好事啊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的 我们还有机会 回归大明朝的番薯 还有机会的 就在皮岛打得如火如荼的同时 宣大地区 湖口 在皇商铁鸟飞的重金支援下 卢相声在湖口建设的马市 终于建成了 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市场 占地树木 铁鸟飞将高家村稿市场的经验 带了过来 搭起了长长的树牌棚屋 讲究的就是一个简单高校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 用来换马的商品了 上次铁鸟飞提出来的 那个什么蛋黄派 卢相声是有点不相信的 这奇怪的高点 总让他觉得心里有点玄乎 所以他准备了大量正经的商品 都是蒙古人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东西 例如盐 茶 铁锅 这三大件 是数百年来 都深得蒙古牧民喜爱的东西 在草原上 属于硬通货中的硬通货 他刻意把这三样东西 摆在了马市门口 一进市场就能看到的摊位上 铁鸟飞倒也不坚持 带着他的蛋黄派 缩到了市场最里面的角落里 这天大早 一名斥后 狂奔进了宣大总督府 大声叫道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总督大人 蒙古首领起探的骑兵 横排四十里大举而来 目标明显是 我们的虎口马市 看样子 是要来抢我们的货物 这一句话 把卢相声的瞌睡 都给打醒了 刷得一下翻身跳起 不及穿衣就大声下令道 速速通知各位总兵 立即整军 准备迎击 整个宣府大同 都被激活了 所有的将士 都在紧急准备出征 很快 宣府和大同两阵的士兵 全部集结完毕 总数接近一万 飞速地向着虎口赶去 一边赶路 卢相声还一边派出赤后 不断地打探消息 卢相声 蒙古人进碍口了吗 事后 快进了 卢相声 该死 加速 我们必须加速赶到 事后 报 大同总兵王浦 第一个率军赶到虎口马市 已经在马市北门外列阵 卢相声大喜 这王浦果然是个可靠的 难怪当初能大败剑奴 给他祭仪大功 有一支部队到了 卢相声心里也稳多了 一边行军 一边安排云阳 进阳两地的官兵 守稳自己的侠 随时准备增援正面战场 一切安排停荡 他本人也终于赶到了虎口马市 在马市外列阵以待 等了许久 北方传来了轰隆隆的马蹄声 蒙古骑兵大队到来了 好多人 放眼望去 草原的另一边 密密麻麻 全是蒙古骑兵 而且这些蒙古骑兵 明显是做好了千里奔袭的准备的 一个人好几匹马 自己骑着一匹马 背后还跟着两匹备用马 备用马的背上 还拖着物资 一般来说 蒙古人摆出这样的架势 那就是打算杀进内地 烧杀强掠一两个月才回去了 卢相声举起了手 准备作战 士兵们全都紧张着汗水直流 那庞大的蒙古骑兵队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卢相声已经做好了 应对蒙古人箭雨的准备了 只等一声令下 所有人举起盾牌 用弩箭还击 然后就在这时候 蒙古人的大部队突然一下 全都停马不前了 只有一个看起来像首领的人冲了过来 正是北边的一个大部落组长 起探 起探单枪匹马 一个人跑近 一直跑近到了 可以喊话的距离 这才扯开嗓子 对着卢相声大叫道 卢相声 你好卑鄙 骗我们说 在这里开了马市 能买到蛋黄派 我全都人脱家带口来买蛋黄派 没想到你 居然摆出这么大一支军队 在这里等着伏击我们 你们汉人太狡猾了 卢相声本来正准备喊放箭了 听了这话 顿时一连猛 你说啥 你不是率大军进犯来的吗 起探 我有多大的胆子 敢来进犯你们汉人 不怕被大铁车压连吗 卢相声有点听不懂啊 什么大铁车压连 起探 你到底是要开马市 还是要在这里和我们打 卢相声 本官当然是在这里开马市的 但你率领这么大一支骑兵部队 横列长述里地冲过来 本官自然也要率军来保护马市 起探 哎 我又不是来打仗的 卢相声 起探 你仔细看看 我的人都带的什么 卢相声 卢相声有点猛猛的 旁边的部下 给他递过来了一个望远镜 卢相声倒是见过这个 里园外的手下的重要将领 似乎人人都有一个这东西 他接过望远镜来 对着蒙古骑兵们一看 咦咦咦 这些蒙古骑兵并没有拿着弓刀 他们的备用马背上 运着的也不是什么战略物资 而是一些奇怪的东西 例如蒙古女人织的羊毛毯子 牛骨制作的梳子 羊皮作的靴子 卢相声 这些是用来干嘛的 起探 当然是用来换蛋黄派的呀 卢相声 闹了半天 乌龙了 卢相声还有点晕晕的 不敢相信 但起探也看出来了 这个汉人大官并不是在这里伏击自己 他是真的会错了意 以为自己要入关来烧杀抢掠 才会在这里布阵的 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好担心呢 起探扭过头 大声对着自己的族人们道 护士开始了 兄弟们 把你们的好东西带进市场里 和汉人商人们讨价还价去吧 记住了 汉人很狡猾 谈生意识 满脑子都是怎么多骗一点算一点 大家一定不要被骗了 尽量多换点好东西 卢相声哭笑不得 我们汉人的商人才不叫狡猾 商人逐利 视为天性 想多赚点有什么错 你刚才不也说 尽量多换点好东西吗 你们的人一样会绞尽脑汁 多骗点算点 好吧 少数民族的人 总觉得汉人喜欢耍小聪明 坑蒙拐骗 而汉人其实也觉得 少数民族的人 虎脚蛮缠 强埋抢卖不讲理 大伙半斤八两 都是在逐利 谁也没比谁高明 商人的事 交给商人吧 卢相声道 企探组长 咱们要不要坐下来聊两句 谈一谈今后的事情 企探 我也正有此意 卢大人请 于是 两个当头儿的坐下来 喝茶 尬聊几句 也未必能谈成什么正经的事情 但两个头儿能坐下喝茶 就意味着 今后的边境形势 会有极大的改变了 而在他们旁边 蒙古人和汉族商人们 就热闹了 一大群蒙古人冲进马市 向着自己心意的商品猛冲 摆在马市门口的盐 茶叶 大铁锅 自然是首当其冲 很快就卖不少 不过 还有大群蒙古人 对这三大宝物 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他们在马市里转着圈圈 拼命地寻找着什么 好不容易给他们找到了 蛋黄派 他就藏在市场最里面的角落里 蛋黄派不是必需品 属于奢侈品 但谁说穷人就不爱奢侈品了 最穷的非洲部落土人 还喜欢收集宝石呢 蒙古穷人们虽然看起来好似很穷 但牵一匹马出来 换上一大箩筐盐 茶 大铁锅 再加一些蛋黄派回去 他们还是愿意的 卢向生的马市大获成功 边军一下子就多出来了好几百匹战马 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战马肯定还会越来越多 蒙古人如此踊跃地出售战马 倒是卢向生心里有点小好奇 战马可是他们重要的战略物资 怎么现在卖起战马来一点也不心疼吗 他赶紧拍出奸细 混进蒙古人中偷偷打听 没多久 奸细回报 蒙古人说 现在打仗主要是看大铁车表演 战马只能在旁边喊加油 根本没用 卖掉卖掉 如向生 战马最近行情不好 但他并不是唯一受伤的动物 还有一种动物 最近也陷入了哀伤之中 他的名字叫做一家琴 中午的时候 高一夜正一边吃饭 一边准备着他的新闻稿 一会儿就要录制今天的新闻联播了 下午录好 晚上播放 现在 这也成了他的一个重要工作 不过 光靠他一个人可不行 最近这几天 天尊物色了新闻科的一对男女学生 准备让他们来接替高一夜的工作了 高一夜刚刚把新闻稿整理好 就见到高三娘从外面钻进来 一脸尴尬的表情 一夜 一夜 高一夜 沈 有什么事吗 高三娘低声道 你也知道 我家养了许多鸡鸽鹅 但是最近这几年 鸡鸽鹅的羽毛 是越来越难卖了 根本没人要了呀 高一夜 哎 还有这样的是 这东西不是一直都很好卖吗 高三娘叹道 是啊 以前一直都很好卖的 很多人收购鸡毛鸭毛鹅毛 甚至官府都会大量收走 但是最近几年 咱们这附近完全没人要了 原来 鸡鸭鹅的长羽毛 一直以来都是战略物资 是用来制作箭矢的 在战争年间 箭矢不足时 官府甚至会给老百姓派发任务 要求每一家人 上供多少根鸡鸭鸭 来作为重要的政务考量 这种莫名其妙的政令 会导致老百姓上山抓野鸡 搞得到处鸡飞狗跳 高家村刚刚开始组建民团时 民团士兵还在大量使用手弩 那时候也会用到不少鸡鸭鹅羽毛 但是 自从高家村大规模武装火冲 而且火冲还一代一代不断地升级换代之后 用弩的民兵就越来越少了 到现在 连工厂的民兵也开始武装民团淘汰下来的滑塘枪 手弩已经许久没有生产 那当然也就不再大量需要箭矢 鸡毛鸭毛当然就会滞销了 高三娘小有点郁闷 这时又找不到人说 只好来找高一夜了 一夜 你帮神想个办法 看看鸡毛鸭毛鹅毛 能不能做点别的什么用来换钱 不然扔掉了多浪费啊 高一夜啪的一声拍掌 我想到了 高三娘大喜 这么快就想到了 高一夜 可以用来做鸡毛剑子 给小孩子们踢剑子用啊 应该能卖得出去一些吧 高三娘 做小孩子玩具能消耗得了多少 这不行了吧 高一夜 啊 对了 我又想到了 还可以用来做鸡毛铲子 也能卖出去一些的 高三娘 一个鸡毛铲子 倒是能用掉不少羽毛 关键是 做好之后卖给谁呢 卖 肯定能卖掉的 高一夜啫 沈放心 我认识的商人多 我去帮你找一个 把你做的鸡毛铲子 摆到西安城的官乡市场里 高三娘这才脸露笑容 还是一夜有办法 两人正说到这里 就见到一个女人钻了进来 小心翼翼地道 圣女大人 咱们的养鸡场里 鸡毛鸭毛鹅毛堆积成山了 不知道怎么办好 这个刚钻进来的女子 是高家村养鸡场的女厂长 属于高家村妇女解放运动的 第一批受益者之一 她采用了天尊提供的养鸡思路 建了一个小小的养鸡场 名字虽然叫养鸡场 但也要养鸭子和鹅 这些年来 养鸡场一天比一天比壮大 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 很牛比的大厂子了 大约是因为男女有别的原因 这位女厂长碰上了事情 不喜欢去找三十二 谭立文他们那群男性的管事 而是喜欢直接来找高一夜聊 而高一夜 每次都会尽力帮忙 他这次一来 就丢出重磅炸弹 鸡毛鸭毛鹅毛堆积成山 不知道如何是好 高一夜 啊 你那边也碰上同样的问题 沈家里养的那点点鸡鸭羽毛也卖不掉 刚刚还来找我谈呢 女厂长有点尴尬 这可真是难办了 高一夜 不妨是 我刚才和沈谈好了 把鸡毛鸭毛用来做鸡毛铲子 和鸡毛剑子 当成手工一品一样的卖钱 女厂长尴尬地道 圣女大人 三娘家里那一点点鸡毛鸭毛鹅毛 可以这样搞 我那厂子里的可不行啊 太多了 堆积成山 做成手工一品的话 是消耗不了这么多的 高一夜 哎 那这可怎么办 她也不会了 几个女人大眼瞪小眼 一时卡了壳 要不 我们还是去找谭理文 让她想想办法 还有那些高中生 最聪明的高中生 他们会有点办法 原来 这时候三十二中 已经开始有高中部 第一批自学高中课程的研究生 终于把高中课本专研明白了 然后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高中老师 又开始把高中知识 交给更多的人 现在高家村最聪明的人 已经不再是初中生 而是高中生了 几个女人赶紧出了门 往三十二中跑 很快 他们就在高中部里 抓到了一个高材生 有圣女大人在此 那高材生当然是不敢造次 有问必答 听完三个女人的问题 高材生一脸猛 那个 可圣女大人 在下主修的是数学 您问我的问题 进入了在下的知识盲区了 三个女人只好再找别人了 又逮住一个高材生问 那高材生也一脸尴尬 圣女大人 在下主修机械 好一会儿 终于有一个高材生懂点了 他歪了歪头 黑地笑了一声道 在下主修的是历史 地理 风土 人文 对于圣女大人这个问题 在下倒是记得一点点 高一夜大喜 说来听听 高材生摇头晃脑地道 唐人留寻任职广州司马时 记载岭南地区物产民情的史料笔记义 领表路易里有提及道 南边之球豪 多选鹅之细毛 加以步驳 蓄而违背 负纵横那只 其温柔不下于斜矿野 三个女人愣了愣 这说的啥意思啊 高材生道 意思是 岭南地区的有钱人 会把鹅的细毛 夹在步驳里面 做成被子 堆叠很多层 非常的温暖 不亚于棉衣 高一夜 咦 原来还可以这样的吗 高材生道 鹅毛鹅绒保暖性最好 鸭毛鸭绒也有效果 只是比鹅差一点 至于鸡毛 所以 在下建议几位姑娘 试着 用鹅鸭来做衣服吧 嘿嘿嘿 去抢暖地犯困 羊毛衫的生意 高一夜 啊 要抢帅的冒泡的生意啊 这多不好 高材生笑道 有个人抢他家生意 才是好的 不然 他家的羊毛衫 真是越卖越贵了 这样会脱离群众 是时候去一个人 修理修理他 让他把羊毛衫的价格 降一降 让老百姓们 也能轻松地买得起了 这话 好像倒也有几分道理 三个女人对视了一眼 好 试着干一干 三人用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纺织厂 高家村的纺织厂总厂长 一直都是高一夜的前秘书 最高被赎出来的 四位青楼姑娘之一 春红 一听高一夜的来意 春红马上表示愿意配合 很快 春红就让一个厂子里的 劳动模仿 能工巧匠的姑娘 做出一件空心的棉布衣服 然后女厂长 从厂子里 弄来大量的鹅毛鹅绒 往着衣服里面填色 不一会儿 一件塞的鼓鼓囊囊的羽绒服 就这样问世了 不过 三位姑娘往里面塞的鹅毛 和鹅绒的比例 完全是乱来的 也没什么讲究 乱糟糟地塞在里面 穿在身上 会感觉有羽毛肝子叮人 而且也不见得很暖和 女人们就在这里尬住了 傍晚 李道玄用共感东南西北 看了一圈 确认了自己的视野之外 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小人们不需要自己的帮助 这才将视角固定在了高家村 然后捧起了外卖员 刚刚送来的乌鸡圆汤米线 羞羞羞地往嘴里吸着米线 然后偶尔点一下 箱子的移动视野按钮 审视一下高家村的发展状况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就看到了 高家村主宝望楼的三楼阳台上 坐着四个女人 正在摆弄着一件奇怪的衣服 李道玄一下子来了兴趣 关注 看看他们在干嘛 哎呀 还是不够舒服 高一夜试了 是刚刚填色好的羽绒服 摇头道 羽毛在衣服里跑来跑去的 一点也不包暖 养鸡场的女厂长也道 是啊 明明感觉应该很暖 但不知道为啥就是不暖和 春红 羽毛肝子扎人的问题也还在 看来 我要让人质一件更厚的棉布衣 厚点就能挡住羽毛肝子扎人的问题 三人正研究得开心呢 李道玄放下了手里的乌鸡汤米线 一个供杆 刷的一下跳进了箱子里面 常年累月坐在高一夜房间里的量产型天尊 抖抖手压 抖抖脚 刷的一下活了 四个女人的注意力都在羽绒服上 完全没注意到房间里的天尊活了 还在认真的看着衣服呢 直到李道玄走到他们身边 他们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 才挖的一声大叫 天尊来了 吓我们一跳 李道玄一出现 高一夜的心情明显就振奋了320% 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变得天真无邪了许多 因为 天尊在的时候 高一夜就不是地位最高的人 他就可以适当地放下身份 带给他的束缚 让自己回归自由奔放的真无 天尊 高一夜笑脸如花 立即跳过来 拉住了李道玄的胳膊 女孩子拉着胳膊 男人总是会心中小爽 几位姑娘在研究什么呀 高一夜 我们听说用鸭和鹅的羽毛羽绒 可以做出很温暖的衣服 正在试呢 可惜怎么试都不够暖 李道玄笑道 那是因为 你们往衣服里面塞的雨太多 绒太少 女人吗 李道玄 绒才是保暖的关键 鱼只能占很小的一部分 雨太多的话 不光不保暖 还会扎人 来来来 全部抖出来 重新装填一下吧 这次装九成的绒 只装一成的雨 几个女人赶紧照办 按李道玄说的 重新调整了比例 大量加入鹅绒 只用了一点点的羽毛 别说 这么一弄 衣服还真是瞬间 就暖和得多了 不过 绒会在衣服里面 跑来跑去的情况 还是没有改变 稍稍动弹一下 鹅绒跑掉了 那一块一下子 就不保暖了 几个女人一脸尴尬 还是不行呀 李道玄笑道 这个要解决起来 就简单了 你们先把雨绒 塞进衣服里 均匀地铺好 然后再用针线 将这件衣服 封成很多个方块 那雨绒就不会滑跑了 她们再怎么滑 也会被困在 一个个的小方块里面啊 女人们一听这话 顿时恍然大悟 哎呦 原来还可以这样 天尊真不愧是天尊 这也能想到的 有了最高指导意见 接下来还不简单 高三娘可是高家村 第一剪裁高手 拿出针线 刷刷刷 不削片刻 把衣服上面 缝出了许多个小方格来 鹅毛鹅绒 全都被困在了小方块里 接着 高一叶抓住衣服的衣领 一抖 哗啦一下 一件羽绒服 就这样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她和后世的羽绒服 基本上是一样的设计思路了 只是她的表层是棉布做的 并不像后世的羽绒服 是光滑的化工材料 后面羽绒服 使用狄伦一类的化工材料 是为了防水 免得里面的绒被淋湿之后 失去保暖效果 但高家村的化工 现在还差得远 就不考虑什么防水不防水了 就用棉布将就着吧 这么贵的衣服 小人们应该也舍不得把它淋坏了 下雨天不穿就是 李道玄对这件羽绒服相当满意 笑道 好了 这件衣服现在搞定了 几位姑娘加把油 争取早日把它量产吧 几位姑娘赶紧商量起来 这事儿接下来要操作就简单了 由春红的纺织厂 为羽绒服提供壳子 养鸡厂为她提供李子 然后由高三娘 开设一个羽绒服制作工厂 把两家提供的原材料 整合整合 最后做出成品 高三娘心志满满 我儿子画小人书 赚了很多钱 我打算用这笔钱投资半场了 嘿嘿 我这就回去琢磨琢磨 多谢天尊 李道玄微笑 加油 给帅得冒泡的羊毛衫 重重一击 哈哈 鹅毛和鸭毛 算是解决了 女厂长可怜巴巴地道 可是鸡毛怎么办呢 她又不保暖 难道真的全部用来做鸡毛铲子 李道玄微笑 思路要打开 鸡毛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吗 比如整心 背垫 背心 军用睡袋 说起来 民团的军用睡袋 好像还真是挺缺的哦 女厂长大喜 明白了 多谢天尊指点 我和春厂长再去琢磨琢磨 两个女企业凑一块 低声商量 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了 天尊专门说了一句军用睡袋 两个女人 当然要向那个方向去考虑了 有天尊亲自开了口 她们的产品销路肯定不用愁 高家村民团 直接全部接手就完事 关键是 要把质量做好 可不能委屈了自家的兵 数日后 高家村新闻联播 马上就要开始了 每次新闻联播 开始前几分钟 就会播放暖的 饭困羊毛衫的广告 老百姓们早就看腻味了 看得甚至都不想再看的那种 她们甚至连广告词 都已经能倒背如流 只见画面一亮 观众们就知道 马上就会出现 陈圆圆在屏幕上 说那句金飞点的台词 穿上这件羊毛衫 让我暖得犯困 果然 画面亮起 大家第一眼看到的 又是陈圆圆 但是 陈圆圆身上穿的衣服 变了 不再是羊毛衫 而是一件奇怪的 蓬蓬松松 看起来整个人 发了泡事的棉衣 鼓鼓地将它包裹得像一个球 观众们顿时目瞪口呆 几个想跟着电视 一起背台词的人 嘴巴也僵住了 只见陈圆圆轻起朱唇 微笑道 三娘牌羽绒服 温暖大不同 接着画面又一转 知名作家 高三娃 哦不对 现在已经改了笔名 叫做高家三少 出现在了屏幕 她正穿着一件羽绒服 趴在桌子上 绘制着小人书 抬起头来 面对着镜头 微笑道 温暖 能让我集中注意力 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画面再一转 出现了高正经 一张干净的小脸 旁边是她妈型红狼 微笑着 温暖 让高正经不再流青鼻涕 接着画面再一转 出现了圣女高一夜 穿着羽绒服蹦蹦跳跳 温暖 哎呦 热得我直冒汗 最后镜头一闪 出现了高家村老村长 咧着嘴对镜头笑 给我来一件试试看 哇 观众们集体哗然 高三娘的广告不得了啊 光是这短短的数秒镜头 出现了好几个大佬 这已经不是靠杂广告费 能解决的问题了 这些大佬 哪一个是缺钱的 几百两银子 想请运他们拍广告 根本不可能 再多的钱 这几位大佬 都不一定肯挪窝 但现在 他们全部站出来 顶着件羽绒服了 买 马上去买 去慢了 又会买不到的 镜头前的福王 第一个跳了起来 快去抢啊 后面的太监追着大喊 福王殿下 您这身材只能定制 去得再快也买不到啊 三娘排羽绒服 一下子就爆火了 然而 蜂勇去抢购的人们 马上就发现 这玩意儿的存货 比羊毛山更少 它不但比羊毛山贵 而且店里就那么一百件 一眨眼功夫 就被抢了个金光 问店员什么时候能补货 也表示遥遥无期 这就很离谱 一群急着要货的有钱人 问了半天店员才明白 这东西为何稀少 原来是一只鹅 只能产出来一两鹅绒 而鸭子的鸭绒更少 一只鸭子 只能产出两千鸭绒 而一件品质最好的羽绒服 需要九成的鸭绒 或者鹅绒 品质差一点的 也需要填充七成的鸭绒 或者鹅绒 材料的稀缺 当然会导致成品的稀缺 买不到啊 一群人急得嗷嗷叫 但思路灵活的人 却双眼一亮 一个住在白家宝马蹄湖边的人 马上就想起来 自己家门口 就是诺大的马蹄湖 自己要养鹅和养鸭子 简直不要太方便 那还不赶紧搞起 而聪明的人 不会只有一个 一时之间 家附近有小河 小湖 小池塘的人 全都开始打起了 养鸭子和养鹅的主意 小家小户养的还不算什么 一些大商人 则开始打起了养鸭厂 养鹅厂的主意 一波新的经济 已经开始走在路上了 四川 量产型天尊 站在一艘船上 缓缓地驶到了 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在箱子里旅游了一大圈 没想到最后旅游 回到自己的家乡里来了 明朝时的重庆 与现代的重庆 还真不是一个造型 现代的重庆朝天门码头 已经被巨大的来福市 竖起了船帆 而在明朝这个时代 朝天门码头上 最宏伟的建筑物 当然就是朝天门本身 朝天门 是重庆人迎接圣旨的地方 上千来年 太监们都是乘着船 从长江航行到朝天门码头 在这里登陆 就站在朝天门下 宣读圣旨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霸气 李道玄就在这么一个霸气的地方 下船跳上了岸去 程旭紧随在后 接着是一大群护卫兵 跟着两人一起上岸 他们这个排场一排出来 拉风程度不亚于天使 朝天门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们 马上就感觉到 这是一位大人物 不少人开始向后躲了 淳朴的老百姓们 只知道一点 躲得离大人物远一点 总是不会错的 因为 大人物总是不把他们这些小人物 当成人看 随意欺凌 他们刚刚往后一耸 就听到李道玄开口 用地道的重庆话叫道 鸽子仙 有空没的 过来几个人帮哈忙撒 码头搬运工人们 齐齐一愣 猛住 李道玄对着他们招手 过来过来 帮我把船上的东西搬下来一哈 每个人都有十个铜钱的工钱啊 老子不得拉洗百带 说给工钱就给工钱 少了你们一个铜钱 老子就要这砍脑壳 这本地话听起来多亲切 工人们顿时大喜 轰的一声喊 围了过来 开始搬运 程旭跟在旁边 听到天尊标出一大堆重庆话 心里也不禁有点猛 天尊是神仙 精通各地方言 倒也不奇怪 但天尊以前 在陕西都没有说过陕西枪呀 怎么来了四川 就爆出四川话来了 莫非 天尊是在蜀山里修炼成仙的 他忍不住就小心翼翼地问道 天尊 您好像很懂这里 李道玄校 是啊 我以前混这里的 程旭吓了一大跳 果然 天尊还真是在这里修炼成仙的 妈蛋的 这里岂不是相当于天尊的仙府 程旭小心翼翼地看着这宝地 仰慕得不要不要的 李道玄却在想另一件事情 他向着周围眺望 只见重庆的城墙 沿着江边蜿蜒 城墙里外都有许多破房子 层层叠叠地沿着江边俯开 这些房子里住的人都不多 整个重庆看起来人丁都不兴旺 尤其是城墙外面的房子 几乎十世九空 作为重庆人 他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 就在几年前 永宁宣服使 一族吐司奢崇明叛乱 一度攻占重庆 后来秦良玉率军来源 与四川巡抚朱谢园一起合力 将奢崇明击败 这才将重庆夺了回来 但经此一役 重庆人已经损失了不少 接下来数年 张献忠又会杀过来 大西军 清军 南明军轮流占据重庆 你杀过去我杀过来 你图一遍 我又来图一遍 这样的情况 整整持续了十九年 到清除康熙四年的时候 重庆主城区 仅仅只剩下三千人 别的人全死光了 这是何等卧槽的一件事情 李道玄的眼光 扫过在码头上辛苦地 帮他搬运货物的搬运工人们 心里暗想 我若是不好好管管这里 眼前看到的这些人 全都要被屠杀 正想到这里呢 朝天门里钻出来一个朝廷官员 大老远就对着李道玄拱了拱手 贵客远来 本府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重庆之府王行俭来了 王行俭是个非常年轻的官员 才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他是今年才中的近视 本来被调到南京任户部主事 但是川中大乱 流寇大举入川 有点身份背景的人 都不愿意来重庆当官 于是 才重近视的王行俭 就被人推出来当挡箭牌 跑到重庆来做知府了 他也知道四川这地方凶险 上任之后一直小心翼翼 苟命为主 前几天 听到石柱吐司秦良玉发来消息 说请了一位非常能打的乡绅 率领民团来重庆驻镇 这可把王行俭开心坏了 所以一听说李道玄来了 马上亲自来赢 说话也极为客气 一点也没摆支付架子 李道玄对着他拱了拱手 王大人好呀 王行俭 李渊外来得真是好啊 前几天 一部贼军在江北城外晃荡 本官在江北城派驻了大量的民团 贼军暂时没赶过来 但是流寇大军随时有可能攻打江北城 这是个肯定错不了的 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会偷偷出手 本官手里没兵 全是战斗力低下的民团 整日忧心重重 也不能寐 现在李渊外率领了这么大一支民团部队 过来帮忙 真是太好了 本官心里端了不少啊 李道玄点了点头 客气了 王大人 重庆城被你守住了 此乃兴神 但城外的乡村 只怕遭了不少罪 老百姓可能也有不少被流寇裹挟 我这一次来 就是来解决这件事的 重庆城是一个很特殊的城池 它被夹在长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夹角里 所以 它和平原上那些四四方方的城池不同 它的形状有两条江决定 一个古怪的不标准的菱形 朱玉剑的眼光扫过两条江 古怪的城池 判到 两条将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 而且是宽的根本不可能用人力填色的大江 所有的城门 几乎全部都对着江水 此城一守难攻 只要有一支小小的军队守在城里 外面的人就几乎不可能攻进来 奇怪了 这么好的城池 为何最近数百年来 没有人被选为都城 李道玄对着他微笑 要成为都城 不光是地势好就行的 都城必定是政治经济的中心 重庆这地方 经济不行啊 朱玉剑听了这话才恍然大悟 对啊 重庆地形虽好 但周边多山 没有大规模种植水稻的条件 这放在农业为尊的时代 几乎是致命的缺点 他继续求教道 天尊 这么厉害的城池 在几年前 又是如何被一族土司奢重民攻陷的呢 以在下的脑子 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给我三千人助手 我能在此地挡住敌人十万大军 李道玄轻叹了一口气 像这样的奸城 想要被攻破 从来都不是从外面攻的 而是从里面攻 朱玉剑大旗 里面 李道玄指了指那些 在码头上搬运东西的穷苦搬运工人 又指了指心窝 朱玉剑恍然 人心 重庆自古贫穷 老百姓们生活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当外敌攻来时 城中穷苦老百姓 与当政者无法齐心 这城里又没什么官兵 全是靠民团在手 民团要是还和当政者不齐心 那自然就容易被攻破了 朱玉剑皱起眉头 苦苦思索 这个问题 好像不只是重庆城的问题 也是全天下的问题 天尊 在下凡人之志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还请天尊教我 李道玄贪首道 说起来简单 其实就是发展经济 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 但这简单的一句话 要实施起来 就没那么简单了 朱玉剑恍然 难怪天尊美到一地 首先考虑的就是 怎么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工作 提供能赚取工钱的机会 原来 这就是解决社会问题 最根本的办法 两人正在这边 谈着国家大事呢 另一边 朱存姬爬上朝天门的城门 眺望两江 黑黑直笑 这地方真不错 城里的房子 全都依山而建 层层叠叠 好像迷宫一样 好玩 太好玩了 哈哈 朱玉剑 咱们两人去那些破房子里钻钻吧 感觉好好玩 只有他是来旅游的 完全没考虑过国家大事呢 朱玉剑不禁叹了口气 天尊 让您见笑了 咱们朱家有这么个不成气的 李道玄微笑 这样也挺好啊 要是你们老朱家 每一个亲王都热衷于国家大事 这国家岂不是隔三差五 就要来一场静南之役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朱玉剑 重庆之府王兴俭又从旁边凑了过来 李渊外 刚才咱们聊到的江北贼军问题 李道玄 放心吧 江北城是吧 我的人马上进驻江北城 他转过头看了一眼程序 程序马上会议 末将这就去江北城那边看看 江北区 龙头山 龙头寺 龙头山是一座只有一百多米高的小山 山顶上还有一个龙头寺 里面有一个老和尚 带着两小和尚 每日念经混日子 但此时 老和尚和小和尚 已经魂归地府 变成了三具尸体 这个小小的寺院里 挤满了来自陕西的流口 领军大将 名叫二只虎 李自成麾下大将流体唇 此时还没有自报真名 二只虎坐在佛像前的蒲团上 旁边坐着一圈小头目 我们的粮食所剩不多了 二只虎黑着一张脸道 事到如今 必须打下一个正正经经的城池 才能抢到 够咱们一万多人吃的粮食 一个小头目道 虎哥 咱们真要打重庆啊 那城可不好打 城门全都对着江 咱们要先渡江 再攻城这难度 二只虎 是的 直接攻主城难度太大 所以我们要先打江北城 这个江北城孤悬在主城区之外 城北门全是陆地 城中民团战斗力也不强 很好攻的样子 拿下江城北之后 我们再征集江北城的民船 就可以组织起船队 渡江攻打主城了 小头目们 就算如此 也很难 二只虎 这重庆城中的平民极多 我已经派人去联络了 江北城民团的士兵 等我们攻城之时 民团的人帮咱们打开城门 我们一鼓作气 就能将江北城拿下来 然后就可以渡江作战了 朝天门码头的搬运工人 我也派人去联络过了 那些穷人也愿意与我们联手 小头目们大喜 不愧是虎哥 真是至极无双 他们刚收到这里 外面就跑进来一个小贼 急吼吼地对着二只虎道 虎哥 大事不好了 二只虎 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小贼道 重庆城突然新来了一只民团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江北城 咱们要攻打江北城 恐怕得和这只民团打一打了 二只虎 又新来了民团 这又有啥好怕的 只要咱们的内应还在 就不用担心什么 二只虎联络的内应 名字叫蒋大亮 蒋大亮是重庆江北城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但他对这座城市并没有感情 因为他家很贫穷 从小就吃不饱饭 几岁大就出来乞讨求食 十来岁就上了码头 开始当搬运工 每天搬运大量的重物 却赚到不到几个铜板 连吃口饱饭都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让他喜欢上这座城 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数日前 本地臭名错著的工头 专门盘剥码头宫的乡身 组建了一支民团 准备抵御贼军 蒋大亮就被蒸入了 这支民团之中 但工头并不知道 二只虎早就派人 在江边联络过了他 与他约定等 二只虎攻过来的时候 偷偷打开城门 放贼军入城 蒋大亮拿着工头 给他发的简陋长枪 站在江北城的城墙上 冷眼看着北方的山林 重庆又名山城 到处是山 一眼向北看去 连块平地都看不见 视线不及远 就被小山丘挡住了 但蒋大亮知道 就在北方几里外的龙头山上 驻扎着大寇二只虎的部队 他现在就等着 这支部队来的时候 瞅个机会打开城门 就没他的事了 他知道 这样做很危险 流寇很有可能翻脸不认人 将他这个内应 也一并砍死 但他不在乎 死就死吧 只要能把工头干掉 死了也赚 正想到这里 码头边响起了一片呼喊声 有个工友从蒋大亮身边跑过 低声道 来了一支大船队 好像是从别的地方 过来增援的民团 有一千人呢 蒋大亮喝了一声 心想 增援 一千人 有个屁用 一千民团在一万流寇面前 能做什么 只要老子把城门一开 一万流寇 就能把你们全部剁碎了 工友捅了他一下 大亮 发什么冷呢 走呀 去南门搬东西赚钱啊 蒋大亮 啊 帮工头赚钱 我可不想去 工友低声道 嘿 这次不一样了 我听说 这次搬货的钱 全部直接发到咱们手里 不过工头的手 此话一出 蒋大亮不由的大旗 还有这是 工头不和那货主闹 工友道 闹呢 这不正在闹吗 快去看热闹 这一下 蒋大亮来了兴趣 赶紧向着南门边的码头跑去 等蒋大亮到了码头边时 才发现 有两伙人 正在码头上互蹬 一边是工头的人 工人姓王 名文 名字取得有点文气 但做人却满身匪气 他正带着一大群家丁 护院 以及他雇佣的打手 在码头上裂开了一个大阵 而在他对面的 则是新来的名团了 为首一人 正是承煦 脸上带着古怪的笑容 看着王文 两拨人是刚刚才闹起来的 原来 承煦率军一到码头 就按惯例 准备派发物资 先注意注明 这般物资的工作 当然要交给本地码头工人来做 让他赚点工钱了 但是 承煦刚刚把工钱供不出去 迎来码头工人们的一阵欢呼声 工头王文就赶过来了 这码头上所有的工人 都是我王家的 工钱由我王家统一收 然后再统一发放 他这话一说 承煦就懂了 说得好听 你统一收统一发 实际上不就是要过手抽个成吗 这事倒也不是很稀奇 承煦一开始也没打算闹 还真打算把钱交给他来 让他抽点成也就算了 结果就在他准备付钱时 旁边有个工人 表情很难看 承煦便长了个心眼 问了一声 你抽几成 王文嘿嘿一笑 八成 这八成两个字一出来 承煦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川北凉粉 赶紧把递了一半的银子给收了回去 不肯给他了 要自己直接发给工人 王文自然不高兴了 外来人敢揉我这地头蛇 于是他一声吆喝 瞬间身后就集结起了一大群人 承煦当然不会虚 一声吆喝 身后也站满了名团 然后两伙人就这样在码头上对起来了 蒋大亮跑过来时 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他不由得微微一棱 随即心里为这外来人担忧起来 以前也不是没有外来人与王文闹过 但最后毫无例外都被王文给收拾了 这王文有官府撑腰 而且背后还有土豹子撑腰 土 在重庆话里有本地的意思 豹子 就是土匪 山贼 强盗等等东西的统称 土豹子翻译过来 就是本地土匪 土豹子实力强大 据说有两三千人 藏匿在离江北城不远的铁山坪上面 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土豹子山寨 这些土豹子 心狠手辣 杀人连眼都不眨一下 端地是十分可怕 凡是和王文作对的外来人 用不了几天 就会被土豹子干掉 抛尸在江边 蒋大量想放流寇入城 其实就是知道 想要收拾王文背后的几千土豹子 靠官府都不成 只能靠流寇 王文冷笑 在这码头上雇佣工人 都得由我统一调派 否则就是不守规矩 那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 承煦冷笑 你这规矩是自己制定的 还是官府制定的 若是自己制定的话 凭的是什么 王文骄傲地道 凭老子的拳头 承煦笑了 这就有趣了 如果拳头大 就能制定规矩 那现在这里制定规矩的 就是我了 他突然扯开嗓子 对着所有码头搬运工大声道 从今天开始 这里的规矩变了 任何人雇佣码头工人 直接由雇主付钱给工人 不需要再经过王文的手 这就是新规矩 不服的人让他来找我 王文大怒 你这狗日的 承煦 骂人 你以为我不会 我操你祖宗十八代 男女老幼不羡 我都下得去手 武文大怒 左右的 给我上 他身后的两个家丁 同时上前一步 挥起拳头 奏向承煦 但承煦可不是省油的灯 一群锦衣卫 围攻他都没能将他干掉 区区两个家丁算什么 承煦身子轻轻一晃 避开两枚拳头 同时脚下一勾 两个家丁扑通两声摔了 他还顺势在两个家丁背上 重重地踩了两脚 印了两个巨大的脚印 反了反了 在我的地盘 敢打我的人 王文大怒 反了 这两个字 可不信你来说啊 承煦笑道 你当自己是这里的皇帝不成 王文 上上上 打死这狗日的 他身后家丁 护院 江湖泼皮 轰的一声向前冲了过来 一看对方大规模动手 承煦身后的民团也不闲着 轰的一声冲了上来 两大群人 砰砰砰地开打了 开打不到五分钟 优劣就已经显现了出来 常年累月进行对列训练 团队配合作战训练的民团 收拾一群家丁护院和泼皮 那简直不要太简单 王文这边的人 被揍得连连后退 混乱中 承煦一个错身 闪到了王文面前 挥起波鱼大的拳头 砰的一拳 把王文揍了个满脸开花 蒋大亮在一旁 眼睁睁地看着高家村民团 把王文一伙人打了个屁滚尿流 看得他大呼过瘾 很快 王文的尖叫声就响了起来 民团呢 民团快过来帮忙 收拾这帮子狗日的 他这一喊 蒋大亮马上转开了头 城墙上别的那些受雇的民团 全都假装听不见 有些不上伪装的人 干脆往反方向跑 嘴里还嚷嚷着 哎呦 刘寇随时可能攻过来 我得去守好北城门 王文大怒 好好好 要这样是吧 都给我等着 你们都给我等着 他捂着被打得鼻血长流的鼻子 一溜烟 跑没眼了 承煦对着他的背影 竖了竖中指 然后扯开嗓子 对着码头工人们笑道 大伙过来搬货了 工钱直接找我领 咱们不过那姓王的一手了 码头工人们大喜 欢呼起来 来了来了 蒋大亮和他的工友 也放下了手里的长矛 跑了过来 帮忙搬货来了 工钱能拿到全额 没有人抽走八成 这是怎样的一种爽 蒋大亮从船上扛了几大筐 粮食下来 领到了全额工钱 心中爽得不要不要的 多少年了呀 从小到大 第一次领到全额工钱 不知道为啥 突然觉得 这滚滚江水 变得漂亮起来 身后的江北城 也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了 蒋大亮忍不住了 悄悄地凑到了承煦身边 压低声道 新来的民团教习 小人给您透个消息 承煦 哦 蒋大亮低声道 这姓王的背景不简单 官府那边有人 承煦笑 可巧了 我们在官府那边也有人 而且靠山贼大 重庆之府都对我们 客客气气的 根本不虚他 蒋大亮大喜 有接口道 但这姓王文的 还有一个靠山 是盘踞在铁山坪上的土豹子 土豹子 什么东西 承煦还是第一次 听说这个名词 蒋大亮 就是本地土匪 心狠手辣 凶得不得了 和王文作对的人 都会被土豹子杀害 抛尸在江边 请您一定要小心啊 承煦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难看了 原来如此 蒋大亮还以为 他有点怕了 低声道 您还是先暂且退走吧 承煦 你想错了 我才不是怕了 蒋大亮 承煦 我只是在后悔 刚才没把他直接杀了 而是只打了他一拳 哎呀 下手太轻了 蒋大亮 承煦笑道 多谢告知 你先避一避这件事吧 等我把王文和他背后的 土豹子全收拾了 给所有码头工人们一个交代 蒋大亮颇有点迷糊 这人哪来的信心 干掉土豹子啊 哎 过江猛龙 总是轻视了地头蛇的强大 不听劝啊 蒋大亮只好叹了口气 回到了城墙上 拿起了自己的长矛 继续当起了他的名团战士 站在城墙上 蒋大亮默默地看着 这只新来的名团 只见他们自己 拿出帐篷 在城中的空地上扎了营 完全没有半点扰民的举动 他们自己带了粮食 也不需要勒索本地乡身富户 他们在江北城里逛街购物 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付钱的 全都彬彬有礼 完全不拿出军爷的那番做派 看得蒋大亮 整个人都萌萌的 在他目前这二十几年的人生中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军队与名团 从来没有 就算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名团里 也有不少人 因为加入了名团就飘了 偶尔也会有些吃了凉粉 不给钱的情况呢 尤其是那个领军的蒙面人交习 他连王文都敢打 那当然是个大人物了 但他为人处事却很低调 一点也不张扬 面对任何人说话 都是笑呵呵的 而且 这人进了城之后 一边在安排防御 一边还在到处关注城中 老百姓的生活 看到有穷苦人家没饭吃 他就安排了名团士兵 在街上施州寄民 他这一来 江北城里的穷苦老百姓 一下子就有饭吃了 原来 有钱人里也有好人的吗 糟糕了 发生了这种事 我还需要给刘寇开城门吗 不想让刘寇杀死了 这个新来的名团叫鞋啊 蒋大亮一下子陷入了纠结中 铁山坪 蜀国兵营 铁山坪是重庆的江上门户 从下游过来的战船 必须要经过铁山坪这一段江面 才能使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如此重要的地方 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时期的蜀国 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巨大的兵营 李道玄在后世的时候 还去这个蜀国兵营玩过 里面还立着一个巨大的赵云雕像呢 而此时 蜀国兵营里盘踞着的 却是一只土豹子大军 总人数多达两千五 这些土豹子一向以来 都靠抢劫过往的商旅来生活 但是最近这些年 天下大乱 商旅断绝 土豹子已经不再抢商人了 改为了抢老百姓 他们行事极为凶残 杀人越货 作风不输流扣 对本地人都这么狠的本地土匪 在整个天下都很罕见 此时 王文正站在蜀国兵营的大寨里 对着寨主哭唧唧 马大哥 我被人给打了 这伙土豹子的首领 名叫马强 身材不算魁梧 也就一米六五高 但气势却很足 满脸的凶相 恶狠狠地道 谁敢打你 不知道你有我招吗 王文道 是一伙外来人 这家伙有一千名手下 说是什么陕西过来的民团 来四川帮忙剿灭流扣的 马强黑黑笑 陕西民团 跑到重庆来撒野 谁给他的勇气 王文 这家伙打了我之后 改了码头的规矩 不让银子过我的手了 这笔银子里也有您的一份啊 马大哥 这是您得出手 马强冷笑道 哼 不用你说 老子也要出手 敢在我的地盘上充老大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来人啊 去江北城里侦查看看 摸摸那群陕西人的底 他话音刚落 外面刷地窜进来一个布下 马强笑着夸道 来得还挺快 布下一脸的惊慌 大哥 不好了 一支民团 攻到铁山坪下面来了 扬言要把咱们给搅了 马强移了一声 什么 民团主动来攻打铁山坪 布下道 是的 对方一口的陕西枪 王文 啊 就是那火人 就是那火星来的 马强听得乐了 我正打算去找他们 他们居然主动过来找死来了 也好也好 省了我不少力气 走 小的们 这就出去把他们统统收拾了 马强带着自己的部下 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寨子边上 蜀国的兵营 地理位置的挑选 当然不会差 位于铁山坪最高处 陡峭的山崖上 南边是滚滚长江水 穿过铜锣峡 流向东海 东北西三边 都是一手南宫的险坡 马强一伙人来到山崖边 向下眺望 只见山脚 还真是聚集了一支名团 人数并不多 也就千人的规模 但是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看不清 太远了 就这区区一千人 来攻打两千五百人 驻守的山寨 实在是有点像一个 不好笑的笑话 马强乐了 哈哈 他们究竟凭什么呀 小的们 做好迎击准备 如果他们攻山 就把他们砸下去 如果他们不攻 咱们就反冲下去 把他全杀了 土豹子们大笑起来 王文也跟着一起笑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程旭 正在山脚下 分析着铁山坪的地形 热气球早就已经将地形图绘制好 放到他手里了 程旭拿着地图左看 右看 摇了摇头 此山险峻 山上又有蜀国古兵营 土豹子们连脑子都不需要用 只需无脑占据着蜀国兵营 就站住了最佳防御位置 哎呀 蜀国战略家的智慧 如今被土豹子利用了 真是可惜 咱们如果咱们直接攻上山 看见太奶奶的几率 起码有五成 凡是有可能看见太奶奶的事 程旭是绝不会做的 别说五成了 一成也不做 只有打必胜的仗 程旭才会很勇敢 摸着下巴琢磨了好一会儿 程旭下令道 不直接攻山了 旁边的营长低声道 那 程旭 那什么呢 你就没点自己的判断吗 来 你大声告诉我 我们是集团的人 营长趴得行了一个礼 高家村本村 一团 程旭 编号是一 你知道代表着什么 营长大声道 参军是最早的 训练是最足的 装备是最好的 程旭 嘿 知道就好 装备啊 装备 把最好的装备都拿出来 营长趴得行了一个礼 遵命 他转身传令道 高家村本村一团所属 炮兵一营 初恋 最高的高家村炮兵们 摩拳擦掌地钻了出来 沿着铁山坡山脚下 摆开了一大片小小的短炮筒 这些短炮筒 全部都只有手臂传粗细 单兵就可以携带 但射程却极远 没错 它就是 你想的那个东西 程旭大声道 给老子炸 炮兵营长一脸兴奋 何叫习 明这个命令 咱们是很开心的 只是这样全部火力全开的炸 炮弹消耗太快了 会不会显得咱们一团是败家子呀 程旭笑骂道 天尊的脾气 你还不知道吗 只要能减少自家人的伤亡 不管花了多少钱 天尊都会说值得 反之 要是你为了省钱 害得自家战士擦伤一点油皮 天尊都要难过好半天 这话有理 最古早的高家村人 谁不知道 天尊重视人命 远甚于节省物资 既然如此 那就打吧 开火 开火 一大片小炮筒 同时对着山顶上 喷出了怒火 山顶上的马强 王文和他们的手下们 还站在崖边 看着下面的乐子呢 哪知道对方也不爬山 甚至都没有半点 要前进的模样 就在山脚下倒腾着 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的铁管子 然后 轰隆隆的炮声响起 众人的头顶上 全都跳起了一大窜的问号 下一个瞬间 炮弹来了 哄 一声巨响 数名土豹子惨叫倒下 哄 哄哄哄 蜀国兵营里 到处都炸起了团团白烟 一发接一发的炮弹 像不要钱似的 对着蜀国兵营里面倾洒 从汉朝传下来的老土哨台 轰的一声被炸塌了 从汉朝传下来的半截债墙 也轰的一声倒下了 土豹子们自己搭起来的破木房子 和破草棚子 更是不堪一击 被炸得木屑粉飞 草叶飞扬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整个蜀国兵营就仿佛漠视到来 不时有土豹子被弹片打中 倒地不起 马强和王文两人趴在地上 连头都不敢抬起 只敢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部 瑟瑟发抖 他们虽然够倒霉 但其实也够幸运 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批体会到 什么叫做炮火覆盖的人 从这一点来说 已经算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了 以后出去 逢人就可以吹两句牛逼 兄弟 你知道什么叫炮火覆盖吗 我知道 当时我就在被覆盖的地方 轰隆隆的炮声 也不知道想了多久 马强身上 已经激起了厚厚的一层沙子 他翻身做起 游牧四顾 才发现自己经营了多年的山寨 现在已经化为了灰灰 毁了 全毁了 一切都被炸平了 推了推身边的王文 才发现王文也没死 身上也是覆盖着一层沙土 他翻身做起的同时 身上的沙土 哗哗地往下滑落 结束了 终于不炸了 王文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这是什么鬼大炮 为什么能从那边的山脚下打上来 还这么多 还会炸 马强嘴唇颤抖 全完了 全完了呀 他扯开嗓子大吼 还有多少兄弟活着 大哥 活着废墟里钻出一个人 再钻出一个人 陆陆续续的 各个废墟 短墙 土坑后面 都有人钻出来 看来刚才被炸死的人 也没自己想象中的多 这里起码 还有接近两千人活着呢 只是 但是这些活下来的 胆子 已经被彻底炸坏了 完全被摧垮了战斗的意志 一个部下 双目无神地指着山脚下 大哥 他们开始上山了 我们怎么办 要反击吗 几轮炮击打完 承续仰头再看山顶 山顶上白岩缭绕 杀灰漫天 能见度被炸成了32% 很好 完全看不到 有太奶奶的身影了 承续这才下令到 上山 看不到太奶奶时 承续可是很勇猛的 神仙士族 第一个冲上了山坡 一团的战士们立即跟上 拿着插好了刺刀的火冲 随着程序向山上冲去 一边冲 战士们还一边低声道 何将军就是何将军 不愧是辽东三杰之一 神仙士族 冲在第一个 就是 大将都这么敢冲 咱们这些做小兵的 还能不拼吗 兄弟们 冲啊 不能让何将军冒险 我们必冲在何将军的前面 我要为何将军挡子弹 妈的智障 土豹子哪来的火冲 要说为何将军挡弓箭 于是 口径统一了 士兵们嗷嗷叫着 我要为何将军挡箭 一群人飞也似的向山上冲 跑得比程序还快 瞬间就有一大群人超过了程序 手脚并用地往着山上爬 程序 为啥 这些人突然激动的啥 咱们高家村 又不允许争抢战利品 你们跑这么快 也抢不到什么动向 士兵们才不理会他的吐槽 继续勇猛向山上狂奔 而山顶上的土豹子们 在刚才那一轮狂轰乱炸之后 现在脑子还能正常运转的 都没几个人了 轰的一声喊 向着另外几面山坡狂奔逃跑 有人慌不择路 居然跑向了南边 这边可是一片断崖 下面就是滚滚长江 那跑错的人脚下一滑 惨叫一声 沿着山崖翻落了下去 落进了长江之中 下面这一段长江 叫做铜锣峡 水流湍急 乱石凌循 落下去可不会像小说里的主角一样 跳水不死 土豹子也没那个主角命 一落下去脑袋就撞在了一块礁石上 趴击 红的白的 散落满地 马强和王文两人 也混在手下们中间 向着北坡狼狈逃窜 只听到身后枪声 砰砰砰地响着 不时有部下倒下 还有一些部下 连逃跑的意志都没了 抱头蹲在路边 大喊投降 他们还真担心对方会杀翔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 对方并没有杀翔的意思 只要投降 一律不会再被追杀 发现这一点之后 大群土豹子蹲了下来 双手抱头 停止反抗 马强和王文身后的人 就这样越来越少 不是摔死 被火冲打死 就是干脆不跑了 投降狗命 两人逃下铁山坪 穿过一条山沟 对面又出现了一座山 名叫御风山 两人狼狈不堪 沿着山坡又往上爬 但是刚刚一阵连滚带爬 已经耗尽了体力 现在还想再爬上一座险山 那真是想多了 两人刚爬到半山腰上 就没了力气 脚下一个打滑 王文就滚了下来 在山坡上磕磕碰碰 身上到处是摔伤和擦伤 滚了好一会儿 才滚落到山脚下 刚停下 就感觉到 自己被一只大脚踩住了 抬头一看 踩住他的 居然是一个码头工人 名字叫蒋大亮 王文大喜 大悲我 我给你两银二十两眼 礼 呸 蒋大亮呸了他一声道 你就不仔细想想 新来的陕西人 怎么会找得到铁山平栏 我又为何在这王文 听了这句话 吓了一大跳 你你带他们来的 蒋大亮 嘿嘿嘿 猜对了 奖励你一根扁担吧 说完 他挥起自己的大扁担 用起全身力气 啪的一声 敲在了王文的脑袋上 另一边 马强在御风山的半山坡上 实在是走不动了 他扭头一看 山坡下面 居然还有陕西民团的人追过来 马强不禁暗骂 这些该死的陕西人 吃什么长大的 为什么体力这么好 妈的 比老子一个四川人 还擅长爬山吗 他哪知道 这可是高家村本村一团 从天启七年起 就开始受到天尊的照顾 十年来一直吃的好睡的香 每日进行各种魔鬼训练 像铁山坪 加上御风山这种双风组合 对于小浪底民团 或者蒲州民团来说 还有点难度 但对于高家村本村一团来说 那不就是个平地吗 一名一团的尖刀兵 在山坡上纵月如飞 接近两人高的断崖 他向上一跳 脚尖在墙体上踩了两下 双手轻轻松松攀上了牙顶 灵活地像一只猴子 近帐宽的伸钩 他一个大跨步就过去了 蓝鹿的荆棘和矮树 更不是问题 随便几个动作 就轻松翻越 马强看着这人越追越近 感觉简直不像是个人类过来了 吓得他嗷嗷直叫 你们究竟是哪里来的怪物 哪里来的怪物 尖刀兵黑黑笑 土豹子头 你跑呀 你再继续跑呀 你真以为你跑得掉 老子的一等功 可不能让你就这样跑了 马强熬的一声怒吼 抽出了一把大刀 老子和你拼了 他猛地一下扑过来 挥刀砍向尖刀兵 那尖刀兵一脸不屑的表情 就这 身子一晃 轻轻松松躲开了马强的刀 使出当年趴地兔 从山壁上偷学过来 传授给老民团的鬼神拳法 咔嚓一声 就扭断了马强的手腕 马强 啊呀 一声惨叫还没落下 尖刀兵已经扭住了他的脖子 一个旋 战斗结束 当天傍晚 马强和王文两人的人头 被挂在了江北城的南城门上 正对着滚滚江水 让每一个码头工人 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每一个码头工人 都忍不住对着两个人头 呸上一声 往旁边的地上土 一口口水 大群贫苦老百姓围着程序 对着他不停地行礼 和教习 太感谢你了 这些土豹子横行已久 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 全靠你们啊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程序笑着 对他们挥着手 就在这时候 蒋大量走到了他的面前 低声道 何教习 我还有个情报要通知您 就在这里西北边不远处 有一个叫做龙头寺的地方 还驻扎着一万名流寇 领头的叫二只虎 他们正在计划攻打重庆城 蒋大量将流寇联络他 让他帮忙里应外合 打开城门的是 一五一时地讲给了程序听 程序听完 也不惊乐了 你小子 明明是个本地人 居然会去给流寇做内演 蒋大量有点尴尬 也有点羞愧 小的是想引流寇进来 杀了王文 程序 哎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 为什么这样想 有时候 弱者想要反抗强者 真的是得破罐子破摔的 但是 你也要为这重庆城里的 普通老百姓们想一想 引来流寇 也许能杀了王文 但更多的老百姓也会遭殃 为杀一人而献出一城 终究是错的 蒋大量羞愧地道 小的明白 所以 小的也一直在纠结这个事 直到看到何教席 才决定不这样做了 程序 悬崖勒马 还未迟 你能来找我说清楚这件事 就已经可以原谅了 嗯 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蒋大量羞道 何教席不让小的继续联络流寇 然后假装开门 引诱他们进伏击圈吗 程序笑 才不搞这么没品的事 这会让你承担巨大的风险 蒋大量 我不怕死 程序 不怕死也不能让你去冒风险 你是明 我们是兵 天尊说了 兵的存在 就是为了让明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哪能把明推到前面 去做高风险的工作 蒋大量听到这一句话 心里五味分杂 一时不知道说啥好 感动啊 太感动了 那那我参军 我要当兵 蒋大量刷的一下跪了下去 请让我加入您的军队吧 让我当了兵 就可以去做危险的工作了 程序 当了兵你也做不了这个工作了 嘿 我们在铁山坪又是炸 又是轰的 刘寇的赤后 又不是瞎子 早就吓跑了吧 你现在再去龙头寺 应该看到 刘寇已经逃了 哎 蒋大量猛了一猛 赶紧出城往铁山坪跑去 果然 到了龙头寺一看 藏在这里的一万刘寇大军 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龙头寺里 只剩下老和尚和小和尚的三具尸体 刘寇逃了 蒋大量回到江北城 对着程序 就是一阵猛烈忏悔 都是我的错 我要是早些把刘寇在这里的事情告诉您 您就不会先去打土豹子 就不会打草惊蛇 让刘寇逃掉了 没事 这也不能怪你 程序 土豹子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而且 干掉土豹子之后 我们在重庆 就算是站稳了脚跟 再与成都配合一下 刘寇早晚无路可逃 就如程序所说 坐镇重庆 对于控制四川 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重庆的战略位置 极为重要 从下游运过来的货物 全都可以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卸货 然后转到小船上 再通过长江和嘉陵江 向着上游辐射 高家村的后勤 就能保障几乎大半的四川了 京城 早朝 崇祯皇帝朱有俭 难得一脸的喜气 坐在龙旗上 整个人腰板挺的笔直 整个人都呈现出 一股子精神焕发的味道 就在刚刚 批倒大圣的消息传了过来 满堂文武 进阶大喜 朱有俭的心情 也好似坐上了一台喷射机 难得的大圣 给剑奴狠狠地一击 杀敌近万 保住了敌后根据地 不管是战略还是战术上 都是一件让人值得兴奋的好事 朱有俭拍着龙椅大笑道 哈哈哈哈 听闻此战手工 当属曹文照 是他猜中了剑奴的绕席计策 以重金收买海盗 在海面上伏击剑奴船队 才会有此大圣 曹爱卿真不愧是我朝第一名将 他这个当皇帝的都这样说了 官员们当然要跟着来两句了 曹将军真名将也 唯有曹将军才能立此大功 花钱雇佣海盗这一招 真是高明之极 原来海盗还能这样用 微臣也是开了眼见 朱有俭 朱为爱卿 接下来 皮岛又该当如何安排 这问题一出 高家村通过屋 石可法 炼国士等人联络过的官员 立即出列 上奏道 皇上 既然曹将军如此勇猛 那不如让他留阵皮岛吧 朱有俭皱起了眉头 皮岛上的形势 一向都比较复杂 数次内乱 争权夺利 现在的岛阵沈士奎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朕若是下令由曹文照 夺了他的岛阵之位 岂不是又要把皮岛闹得内乱起来 那上奏的官员道 沈士奎虽然有诸多毛病 但此人也算得上忠肝义胆 是个有气节之将 没必要夺他的岛阵之位 陈以为 东江镇的总兵 可以继续使用沈士奎 至于曹文照 给他另安一个官职 让他可以名正言顺地 留在皮岛上就行了 朱有俭 哦 用何官职 官员道 沿海总兵如何 上一任沿海总兵陈英范 在援助皮岛之时 临阵脱逃 在逃跑途中 被清军偷袭部队拦住杀掉了 现在沿海总兵一直已经空缺 他这一开口 好几个官员马上跟进 对啊 陈英范已死 沿海总兵这个职位 交给曹文照将军 再好不过了 朱有俭道 沿海总兵需要用船 这曹文照也没船啊 他不是有海盗船队吗 一名官员道 这只海盗船队 既然可以花钱雇佣来对付剑奴 说明也可以许以官位 加一招 就像那东南大海盗正之龙一样 现在不也成为我大明朝的水师了吗 皇上 您给曹文照一个总兵之职 让他了有职位 更可以名正言顺去招服海盗 咱们免费白得一只海军水师 岂不美哉 免费 这两个字 让朱有俭的眼珠子都发光了 免费好啊 不让朕花钱 还能得一只海军水师 怎么算都是血赚 朱有俭这下不需要想了 啪的一声拍板定案 东江镇不动 依旧由沈士奎担任东江总兵 另任命曹文照为沿海总兵 负责沿海安全 支援东江镇 另外 给曹文照一个任务 让他招服海盗 为朝廷所用 朱有俭稍稍稍想了想 抬头道 由曹文照自由裁量 游击将军以下的官职 任他给海盗们安排 崇祯十年 五月 高家村 本村 高家村书局 宋应兴正站在书局的书架前 一脸兴奋地看着书架上 摆开来的一排新书 天宫开悟 精美的印刷 厚实的书皮 封面上还写着一行大字 宋应兴著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宋应兴的心中满是骄傲和满足 这是身为一个作者 最大的幸福时刻了 这一本 天宫开悟 是他酝酿了许多年 费尽平生心血 才整理出来的好东西 将他这半生以来 见过的所有新奇机器 全都罗列于其中 不容易啊 真的好不容易啊 就是不知道 别人爱不爱看 宋应兴偷偷躲到了书局的角落里 点了一杯茶 拿起一本书 遮住自己的脸 然后偷偷观看进店来的顾客 看他们会不会买自己的新书 很快 两名顾客进店来了 一看他们的样子 就知道是淳朴的工人 这两位工人走向书架 宋应兴的眼珠子 就跟着两人直转悠 只见他们 在书架上看了一圈 还拿起一本 天宫开悟 白翻了两下 宋应兴心心中大喜 买我的书 买我的书 然而 工人最终还是把 天宫开悟给放下了 一转身 拿起了另一个书架上的 斗神大陆 高家三少主 走到柜台 结账 走人 宋应兴五兄 惨哼了一声 啊 书给了高三瓦 他只好安慰自己 没事没事 刚才那两位是工人 他们可能十字不多 所以看不了 天宫开悟 只爱看小人书 这个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的 就在这时候 两个穿着文士衫 一看就是有点学问的人 走了进来 像是高家村村委会里的 小管事 宋应兴大喜 这两个应该识货 只见两文士 走到书架前 也拿起了 天宫开悟 两人翻了两下 笑道 这书倒是有意思 宋应兴大喜 有意思吧 快买回家好好研读呀 然而 两文士马上又把书 放回了架子 一转身 在另一个书架上 拿起了另一本书 如何处理群众关系 三十二主 两人拿着这本书 走向了柜台 结账 走人 宋应兴 啊 书给了三十二 接下来 一个戴蓝帽子的 高级技术工程师 走了进来 宋应兴一看这个人 大喜 这次没问题了 这是蓝帽子 一定喜欢我的书 他正大喜过望呢 就见蓝帽子 笔直地走向了 卖杂文的书架 拿起了一本 赚取你人生的 第一个十万两 无声著 一本教人 怎么努力奋斗的鸡汤书 蓝帽子翻了翻 十分满意 结账 走人 宋应兴惨哼了一声 武兄 扑倒在桌上 我完了 我精心整理的技术资料 根本没有人看 宋应兴现在的心情 比失恋还要难受 正郁闷地想哭呢 突然见到 顾炎武从书店门口钻了进来 脸带微笑 对着掌柜的道 掌柜的 上次你说 宋应兴先生编制的科学巨著 天宫开悟 会在今天刊发 掌柜笑着道 是啊 就在那边书架上 看那一排 全都是 顾炎武大喜 多谢掌柜 他走到书架前 拿起天宫开悟 随手一番 立即脸露喜色 全啊 太全面了 这简直就是 将咱们大明朝所有的科学发明 全都整成成册了 后面还附有高家村的新科技 这就是我想要的书 太棒了 宋应兴一听这话 顿时大喜 看来他一定会买了 果然 顾炎武抓着一本 天宫开悟 直冲向柜台 宋应兴心中暗乐 终于卖掉了一本 哎呀 好开心啊 顾炎武对掌柜道 先来两百本吧 啥 宋应兴整个惊呆 这家要两百本 我还以为卖出一本 结果能卖出两百本的吗 掌柜也有点猛 那个 顾先生 你要这么多做啥 小店以为这本书不会畅销 所以第一版 只印刷了一百本呢 只有一百本 那肯定不够啊 顾炎武道 我在洛阳办的学校 已经开了呢 学校里的学生 现在还不多 但一人发一本的话 一百本肯定不够啊 考虑到学生 还会遗失书本 或者损毁书本 必须要多准备一些 掌柜的 你看能不能赶紧帮忙 再加印一批 掌柜啊 啊 居然是要用来做教材 顾炎武笑道 当然 这本书用来做教材 绝对错不了 他话音刚落 就见量产型天尊 和高一叶两人 牵着手 开开心心地走了进来 刚一进来 天尊就开口道 掌柜的 今天天宫开悟 正式刊发 是吧 掌柜赶紧笑道 启禀天尊 是这么回事 李道玄笑道 高家村三十二中 需要五百本 用来做教材 西安的学校 也需要一千本 你第一批印了多少 够吗 掌柜的顿时汗如雨下 那个小人只印刷了一百册 嗨嗨顾炎武想要两百册 我这里都不够了 天尊 小人马上再去加印 马上 反正雕板还在 还在的 很快就可以印刷出来了 才一百本 李道玄笑了 你是有多看不起这本书啊 掌柜 呃 这个吗 躲在角落里偷听的宋印星 现在整个人都骂了 天尊的学校 也要用我的书做教材 太幸福了 有一种想要开心地 飞起来的感觉 宋印星刷的一下 从旁边窜了出来 天尊 李道玄转头来看 笑道 耶 宋先生在啊 宋印星激动地道 天尊 在下 在下实在不明 你有那么多厉害无比的天书 为什么还要用在下这 浅薄的书来做教材 用您的天书 不就好了吗 李道玄微笑 天书太天了 有点脱离现在这个社会面的实际情况 而你的书 却是从当前社会的发展 来制作的科学刊物 你书里的每一样设备 都是现在已经实用化的技术 所以用它来做教材 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而我那些教材嘛 适合的是 想要更进一步 创造未来的人来学习 宋印星这才恍然大悟 明白了 自己的书作为实用化教材 而天尊的书 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原来如此 李道玄将他的 天公开悟 翻到最后 这里有一个新篇章 记录的都是高家村的各种新奇玩意儿 例如蒸汽机 电灯等等 他指着这一章 对宋印星笑道 我期待着你的下一个新篇章 两人正说到这里 外面突然跑进来一个 32中的研究生 一进来瞪大了眼睛 左找右找 嘴里还在喊着 宋老师 宋老师在吗 我听说你在书店 就过来了 有趣的是 这个研究生李道玄 居然认得 这就是那个做热气球实验 结果飘进了一个姑娘的房间里 最后成了好事的那个研究生吗 李道玄记不住这研究生的名字 但是记得他老婆的名字 叫侯兰 是自己当初在侯家庄 就百感兵张凤怡的时候 一起救出来的姑娘 这研究生 一边叫着宋老师 一边冲进书店 刚一进来 就看到了李道玄和高一叶 吓了一大跳 赶紧一个大礼拜了下去 参见天尊 参见圣女大人 李道玄校 这么急着找宋先生做什么啊 宋印星也从旁边探出头 有什么事 研究生精神一震 事情是这样的 学生最近一直在研究天尊 赐给咱们的仙船后面那个螺旋浆 哦 李道玄听了个开头 也来了兴趣 研究出什么结果了 研究生道 那螺旋浆利用旋转的力量 向后面推水 就能把船推着前进 学生仔细想了想 似乎他也能用来 推风使学生经过一番研究之后 设计出来了一个 可以不停地吹风的扇叶 把它与蒸汽机连接 让它像仙船上的螺旋浆一样的旋转 就能吹出一股飓风 李道玄心中暗乐 厉害了 电风扇被他琢磨出来了 宋应兴听了这话 也对他竖了竖大拇指 厉害了 你这个设计很厉害 研究生 但是学生 这个设计有个大问题 蒸汽机很大 很笨重 烧煤冒烟 还要呜呜地响 用这么大的机器 接个能吹风的小扇子 感觉有点蠢 想请老师指点指点 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这个问题一出来 宋应兴也不禁陷入了沉思 很显然 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李道玄突然开口笑道 你们应该研究过 我给你们的那些船的动力系统吧 宋应兴赶紧报了报权 让天尊见效了 我们研究过 天尊赐给我们的仙船 用的动力一开始 我们以为是神力 经过研究后发现 其实是电力 天尊用卯日星光给的太阳板 将太阳光变成了电 然后用电力来旋转螺旋桨 这就是我们目前研究到的地步 李道玄 那你有没有研究电力 是怎么让螺旋桨旋转的呢 宋应兴 这个仙船宝贵 我们不敢擅自拆解 因此尚未研究 李道玄道 其实电力是通过一个 叫做电机的东西 让螺旋桨旋转起来的 而电机这个东西嘛 我给你一个 你随意拆解 随意研究吧 研究明白之后 你们就可以用电 让电机旋转起来 如此一来 它这个风扇 就可以接在咱们的电网上面了 高家村是有电网的 自从李道玄提供了 巨大的太阳能发电板之后 高家村的电网 就一直在搭建 小人们利用初中物理 和高中物理 书上讲的电路知识 自己牵出来许多线 还在各个线路的关键位置 坐上了开关 现在甚至发明出了插头 再加上吉梦涵发明的电灯 整个高家村都点缀了起来 每天到晚上 高家村定时亮灯 也是一个奇景 不过很显然 现在电力 可以进一步地发挥功用了 李道玄拿起一个 用在小孩子的玩具上 用小型的电池 就能驱动的最简单的小电机 将它缓缓地放到了 32中的研究大楼面前 半个时辰之后 这个小电机的前面 就围满了人 虽然它对于李道玄来说 是个小电机 但对于小人们来说 它足足有好几个人的长度 一个半人的高度 庞然大物 宋应兴站在最前面 一大群研究生围在旁边 原来 这就是仙传的动力装置 它好大啊 废话 仙传那么大 就是靠这个行动起来的 它能不大吗 我们现在要做啥 把这个拆开 研究里面的构造 这里有图纸 照着这个图纸弄吧 哎哟 这里有一个螺丝 需要好大的螺丝刀才能拧开 刚开始折剪 小人们就碰上困难了 没有那么大的螺丝刀啊 好在这里是高家村 李道玄的手刷的一下就伸了出来 由于他没有戴手套 所以小人们也看不见他的手 只能看到一个无形的力量 操纵着一柄巨大的螺丝刀 旋转 旋 那巨大的螺丝钉 争得一声弹了出来 研究生们齐声欢呼 天尊在用仙术帮咱们拆 电机就在他们的面前 分解成一块一块的 最后变成了一堆零件 宋应兴带头 一群小人排成队 一个一个零件的观摩起来 看 线圈 这里用了许多铜线 缠成了线圈 这里有一块磁石 为什么会用到磁石呢 喂喂 这肯定是物理书上讲过的东西 初三物理 电动机部分讲过呀 众人恍然大悟 对的 他们在初中物理课上 学过电动机 但学的时候云里物理的 没几个人学明白 现在眼前摆着食物了 死去的物理课记忆 就一下子复活过来 攻击了他们 通电的导体 在磁场中运动 导体受力的方向 与磁场方向有关 哇 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 一个学生大吼道 这些铜线缠成的线圈 就是导体 而这块磁铁 提供磁场 当电流通过的时候 导体就会在磁场中运动 使得它飞速旋转起来 明白了 全都明白了 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能做出这个东西 那还等什么 赶紧试呗 研究生们赶紧去找来了铁匠 把李道玄赐给他们的 巨大电机里的铜线 给取了出来 重新制作成细细的铜丝 然后再去找来磁石 一群研究生 亲手卷起线圈来 手工绕制线圈 这事情又费时又费力 出一点点错 就得打倒重来 但是问题不大 反正现在又不需要量产 只是做个试验机而已 没花多久 研究生们就自己手挫出一个 狗头那么大的线圈 照着天尊给的电机的样子 又装上磁石 然后 有人牵了一根电线过来 接在电机上 开关一开 嗡 电机旋转起来 转得挺慢的 工艺不过关 那肯定是快不了的 甚至有点不稳 很快就出现了 螺旋乱转的情况 但是 它毫无疑问是动起来了 众人齐声欢呼起来 成了 成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提高铜线的制作工艺 让它更加均匀 缠线圈的时候 也要均匀 提高轴承的制作工艺 与此同时 暖得饭困羊毛山场子里 侯兰正在辛苦地工作着 织着羊毛线 在它不远处 有几个女工 正在小声嘀咕 嚼着八卦 看 那边那个 猴兰 看到了 它怎么了 一个中年女工低声道 几年前 她嫁给了一个高家村 三十二中的研究生 你知道不 旁边的女工 知道啊 嫁研究生不好吗 人家是有学问的人啊 中年女工低声道 她那研究生相公 家里并不富裕 就是个普通工人的孩子 而且她相公 还不找正经工作 天天就在研究室里傻混 只有一点很少的研究生津贴 现在 她们家里 全靠猴兰在纺织场工作 赚的钱来生活呢 这话一出口 别的女工都愣了愣 哎呦 怎么能这样 那不是嫁了个废物吗 噓 别让她听到了 听到有什么关系 中年女人 就该劝劝她 要女人来养的男人 太不可靠了 趁着年轻貌美 还没生孩子 赶紧合理 换个好人家架才是 女工们议论的声音 终究还是传到了侯兰的耳中 其实这几个人 不是第一组这样嚼舌根的 侯兰已经听到过 许多人这样嚼舌根了 甚至还有人专门 来找她谈过这件事 还有个中年阿姨说 要给她介绍个新的相公呢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侯兰对着那群女工 又微笑了一笑 摇了摇头 别小看我家相公哦 她是个聪明人 有学问的人 她总有一天 会做出来很有用的东西的 女人们哪里肯信 纷纷摇头 侯兰也不和他们吵架 只是温柔地笑了笑 收工 下班 从暖的饭困的羊毛纺织厂里出去 回到家中 家里冷锅冷灶 并没有人做饭 她围上围腰 开始生火做饭 做到一半 研究生丈夫回来了 侯兰笑着招呼道 相公 晚饭还有一会儿才能做好 你再等会儿 我刚下班回来 才开始做呢 研究生一脸兴奋地道 小兰 可能用不了几天 你就不需要去上班了 侯兰大齐 我不上班怎么行 相公你还在读研究生 还没毕业 没有收入 我若不上班 家里可接不开锅了 研究生一脸感激地道 小兰 这些年多亏你支撑着这个家 家里的收入 全是靠你赚回来的 威夫没有对这个家庭 做出什么贡献 侯兰小脸威红 说什么呢 这可是咱们的家 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研究生 但养家糊口 终究该是男人的责任 我一直都感觉 对你有所亏欠 我也知道 有些人背后议论我 让你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 过不了多久 你相公我的大发明 就要问世了 到时候 相公一定能赚到很多钱 让你做一个富贵太太的 侯兰笑 静说瞎话 研究生也不多说废话了 刷的一下 扑向了自己的书桌 拿出纸笔 在上面画了起来 一个小小的电机 装上壳子 壳子上要留个孔 伸出一根电线 电线末端 还要画个插头 用来连接到高家村的电网上 这一边 电机的主轴城上 伸出一根杆子 杆子上面装上几片扇叶 这扇叶的设计灵感 来自天尊提供的仙传螺旋 最后 设计图画好了 研究生哈哈一笑 最终写上了他的名字 电风扇 侯兰将一碗饭 端到他的桌边 柔声道 相公 你说 能赚大钱的东西 就是这个 研究生嘿嘿直笑 没错 就是这个 当年锦梦寒 靠着发明电灯 赚得盘满钵满 而下一次 就是咱们家 靠着这个电风扇 很快的 就等咱们的团队 做出电机 我就立即拿出 这个电风扇的设计来 侯兰 咱们家和锦梦寒不一样啊 他当年发明出电灯 他爹就给了他一笔钱 来建了电灯厂 但咱们家境贫寒 没有钱搞电风扇厂 咱们家只能卖掉设计 不能像锦梦寒一样 开场赚钱的 放心吧 研究生 天尊他老人家 鼓励一切科学发明创造 我这个东西 虽然只是用于名声 不是用于战斗 但天尊他老人家 也一定会给我一笔赏金的 咱们拿到赏金 就去开个电风扇厂 嘿嘿 侯兰甜甜一笑 那我今后 就要做厂长夫人罗 数日后 高家村官方实验室 以宋印星为首的 一大群研究生们 共同研制开发制作的 第一代电机 正式量产了 它可以通过 接入电网来进行旋转 提供强大的动力 但是 它只是一个基础发明 无法直观地 让老百姓们 体会到它的好处 而就在电机发明出来的 当天傍晚 研究生莫里 公布最新发明 电风扇 他使用第一代电机 作为核心 连接上一个 奇怪的螺旋叶片 可以吹出凉风 莫里这个发明 虽然称不上有多难 但它却是第一个 电机相关应用 已经推出 立即获得了 天尊的大家赞赏 天尊鼓励技术层面的创新 也鼓励应用层面的创新 应用科学发明 特别少 一颗大银球 落到了莫里 和侯兰两夫妻的手上 接着 高家村电扇厂 开始投入建设 侯兰在纺织厂这边辞职 去做电扇厂长夫人 兼财务部主管的那一天 在背后 嚼过他舌根的八卦工友们 各个呆若目击 崇祯十年 七月 盛夏 气温飙升 洛阳城被曝晒在日光下 整个城市仿佛都在蒸腾 空气仿佛都受不了这热力 向着上空流动 形成一种奇怪的 仿佛在震荡的水波般的光景 老百姓们躲在屋檐下面 摇着大蒲扇 不时喝一口清凉的井水 倒也勉强撑得过去 但是 有一个人 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特别痛苦 他的名字叫 福王朱长循 对于三百斤的胖子来说 夏天实在是太不友好了 简直要命啊 躲在阴凉的屋子里也没用 屋子里是闷热 坐在屋檐下也没用 让丫鬟们在旁边 拼命地摇着扇子也没用 几个丫鬟自己都热得 要死不活了 摇扇子 摇得根本没力气 这就很尴尬了 福王只能一边 抹着满头的汗水 一边惨哼道 有没有谁能拿出点 像样的东西来 让本王凉快凉快 本王有重赏 他的心腹太监 郑公公大旁边伸出头来 王爷 小浪抵马头 有大冰块 是那些海鲜商人们来 用来给海鲜保鲜的 要不 咱们去弄点来 福王一脸郁闷地摇了摇头 不行 那是天尊赐下来的仙兵 我不敢碰 天尊他老人家 一样收上天了 至今本王还慌得很 众人 好吧 福王是出了名的怕死 流寇来时 他会让王府亲卫 将他护在其中 半步都不敢离 还雇佣过大批江湖打手 但天尊要收拾他的话 王府亲卫和江湖打手 还有个屁用 出于安全起见 福王根本不敢去 粘手天尊的东西 除非哪一天 他清楚地知道 天尊原谅他了 否则 力求不要招来天尊的注意 正在这时候 外面跑进来一个小太监 飞快地报道 王爷 高家村本村来了一个年轻人 说是有很新奇的东西 要推荐给您 福王大齐 高家村过来的 哎呦 可不能慢待了 赶紧请 快请进来 很快 研究生莫黎进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 抬着一个大箱子 里面似乎装着什么稀罕玩意儿 他一见福王就自我介绍到 在下高家村本村研究生 莫黎 福王不敢怠慢 赶紧起身行李 莫先生 哎呀 小王这里有礼了 不知道莫先生来小王家里 有何见叫 他就这么一起身 说了两句话 就属于巨大的运动量 汗水顿时狂飙出来 热得他直擦汗 莫黎微笑道 王爷看来很热呀 福王可怜巴拉地道 是啊 每年夏天 小王都过得十分痛苦 莫黎 那王爷可得看看我这东西 他能让你夏天过得轻松一点点 福王大齐 什么东西 莫黎打开箱子 从里面拿出一台电风扇来 这东西福王可没见过 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 此为何物 莫黎 王福里可通电 福王赶紧道 通电 当然通电 小王花了一笔重金 请高家村的蓝帽子帮忙 从菜市口牵了一根电线回来 还买了许多电灯泡呢 你瞧 咱们头顶上就有一盏 只是现在太阳正大 电灯还没开 莫黎笑 通电就好 插孔在何处 郑公公赶紧带着莫黎 来到墙角边的插孔处 莫黎取下了电灯的插头 换上电风扇的插头 将风扇调整了一下角度 对准了福王 然后啪的一声点下了开关 风扇的叶片 呜的一声旋转了起来 接着 福王就感觉到一股进风扑面 吹得他的胡须 都呼呼地飘了起来 一瞬间 福王就爽歪了 啊 此雾 能吹风 福王大喜道 好强的风 这风力 比我的丫鬟摇扇子厉害多了 莫黎笑道 这么热的天气 让丫鬟摇一整天扇子 把丫鬟也累坏了 会显得王也很没良心 欺压员工 被天尊知道了 也是要生气的 最后这一句话 吓得福王差点一口气没缓上 啊 天尊要生气 天尊会不会生气 莫黎不知道 反正就个忽悠 但是用电风扇吹风 就不一样了 不但不会背上 欺压吓人的恶名 还能享受更大的风 更凉爽的感觉 想吹十点一下这个按钮 不想吹十再点一下 他操作了一下给福王看 微笑道 怎样 方便吧 福王的胡须和头发 正被电风扇吹出来的风 在脸上凌乱地抽着 心里美滋滋地 赶紧回应道 方便 真是太方便了 小王从来没有在夏天 感觉这么爽过 这这东西多少钱 莫黎笑道 这东西里面使用了 高家村最新的技术 还使用了大量的铜 你也知道铜就是钱 另外 他还要接入电网 使用天尊提供的仙家电力 说了一大堆 莫黎才道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一台电风扇 还是全天下的第一台电风扇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做凉峰一号 你看 就印在底座上面 后面再生产出来的电风扇 都没有他有收藏价值 不会再单独取名字了 福王听懂了 所以有点贵 说完 他又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贵不贵且先不谈 他要用天尊提供的仙家电力 小王如果用了 会不会惹天尊生气啊 说这个有点不好意思 小王曾经做过一点 让天尊他老人家 不太高兴的事情 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消了气没 莫黎 他老人家 应该不至于生气吧 天尊鼓励大家 多使用先进科技 有更多的人用 科技产品赚到了钱 科学家们才有更多的动力 去研究新科技 天尊说 这个就叫做正反馈 良性循环 王爷若是用上了这个 就是在为科学发展出力 天尊肯定开心 一听说天尊能开心 福王集多少钱 莫黎 五百两 福王 买 快 快去拿钱来 后面半句话 已经转向郑公公了 郑公公又何尝不及 当年为了让天尊放过他 他还打断自己的胳膊呢 一直都有点害怕天尊 现在听说买这个 能让天尊开心 动作飞快 刷刷刷就冲进王府库房 点了五百两银子出来 于是 双方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都开心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 莫黎带着五百两银子 坐着火车回到高家村 向他的财务总监侯兰汇报 原行机 卖了五百两 侯兰笑脸如花 我的相公真厉害 他那群纺织厂的女工友们 又要羡慕极度的发狂了 老百姓们突然发现 最近这些天 电视机上的广告 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了 以前新闻联播 开始前几分钟 就只有暖的 饭困羊毛山 这一个广告反复播放 人都要看妈了 但自从三娘牌羽绒服加入之后 别的商人也终于反应过来 这个广告时间 并不是暖的饭困专享 是可以花钱去争取的呀 于是 各种各样的广告 开始丰富起来 仙船排海鲜 本行租下了仙船上的货舱 用最快的速度 为您带回产自周山岛的海鲜 保证每一条海鱼 到您嘴里时都是新鲜的 来得快川味酸辣粉 从四川传过来的最新小吃 连天尊吃了都说好 广告刷刷的 在电视上乱飞 新闻联播前面 后面都有了 然后赵盛农业 致富金节目的前面 和后面也有了 甚至连没什么人爱看的 石科法普法前后也都有了 高家村的村库 狠狠地报赚了一大笔广告费 同时 以成员员为首的一批知名演员们 也广告费拿到了手软 不过 有一个知名演员 显得颇有点寂寞 他硬是一个铜板的广告费都拿不到 他就是 陈千户 史上第一凶恶的坏人 全天下所有坏事 都是他做的 怎么可能借得到广告 陈千户坐在花花世界 明星事务所的舞台上面 一脸寂寞地 看着别的演员 彩排着他们的广告 不由得悠悠地叹了口气 老南风在他旁边坐下 笑道 兄弟 你还眼红那点小钱 陈千户 南风哥 我不缺钱 我只是郁闷啊 他们都有人请去拍广告 一个个的在屏幕上好帅的样子 只有我 硬是没有一个商行看得上 他们都嫌我太凶了 老南风哈哈大笑 你可是军人 军人要那么粉嫩软糯的形象做啥 凶巴巴的也挺好啊 陈千户 可是 我也想打扮得帅帅的 穿着漂亮的衣服 拿着一件生活用品 对着电视前的观众微笑 对他们说 陈千户 推荐你们买这个哦 两人正说到这里 突然见到一个 穿着商人衣服的男子 走了过来 对着陈千户行了一个大礼 请问 您就是陈千户吗 陈千户指了指自己的脸 你看 你看看 顶着这张脸的 除了我还有谁 商人左看 右看 然后撕得倒抽了一口凉皮 果然是陈千户本尊 好可怕的表情 陈千户翻了翻白眼 找我有什么事 快说 他翻白眼的样子贼恐怖 就像要随时跳起来 拿刀砍人一样 吓得那商人蹬蹬蹬 连退了好几步 好几秒后才 缓过劲来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下想请您拍一个广告 什么 陈千户大吃一惊 猛地跳起 商人被他跳起的动作吓坏了 转身就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该来找您 我马上滚远 回来 陈千户急喊 立即回来 商人哪敢不听 倒退着跑 刷的一下 又跑回了陈千户面前 颤声道 不 不要杀 陈千户的脸上 现在已经写满了喜气 乐得开了花 但是 他的笑容在别人眼里 也是猙獰的笑容 是那种邪恶的坏蛋 在发出嚣张的鬼笑的感觉 陈千户大笑道 你居然来找我拍广告 有眼光 哈哈 太有眼光了 我很满意 不管是什么广告 我都接了 商人大感意外 咦 您接了 陈千户 当然接了 哼哼 这也是我演艺事业中的一个大挑战 终于 我要扮演一个形象气质过得去的人 给观众们推销商品了吧 哈哈哈哈 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你知道吗 他笑完之后 表情一沉 严肃认真的问道 是个什么广告 我要怎么演 商人咳了一声道 是天尊赐下的杀虫记 村委会决定交给我来分销 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杀黄铃 准备请您拍的 就是杀黄铃广告 陈千户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 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在里面演什么 商人刷的一下 摸出了一瓶杀黄铃 对陈千户道 请您穿上类似于这个瓶子的戏服 手上拿着长枪 追杀一大群穿着黄虫衣服的演员 陈千户 商人道 我已经编好剧本了 首先是一群穿着黄虫衣服的演员出场 他们一边破坏庄甲 一边唱歌我们是害虫 我们是害虫 然后这时候您就出场了 您唱到正义的杀黄铃 正义的杀黄铃 一定要把害虫杀死 杀死 然后您就提起长枪 杀入黄虫群中 将他们全部杀个尸横遍地 动作要凶一点 表情要狠一点 要体现出杀气腾腾 让人一看就心生畏惧 这个角色最适合您了 陈千户 哭 一声惨叫 陈千户倒了下去 老男风用脚踢了踢陈千户的腰 喂喂 起来 别躺在地上装死 你刚才已经答应了这位商人 接下他的广告了 男子汉大丈夫 答应了别人的事就做到 陈千户满地打滚 我不要做男人了 我要赖皮 我不能接这样的广告 老男风怒 立即给老子去 娘的 堂堂大老爷们 闹什么小情绪呢 还赖皮 男人说出去的话 像泼出去的水 绝不能收回来 老男风一怒 陈千户的凶狠 就瞬间变成了小儿科 怂怂地爬起身来 搭拉着脑袋 我演 演就是了吗 商人看到这一幕 心里也不禁直犯嘀咕 原来老男风将军 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刚才那一怒一吼 太可怕了 连陈千户都瞬间变成了小乖乖 啊啊 好可怕 我要离开这里 商人撒腿就跑 陈千户也赶紧开溜 你等等我 我和你商量商量 拍广告的事情 商人才不等 跑得飞快 陈千户也追得飞快 两人飞也似的 跑出明星事务所 在街上一跑一追 瞬间去得远了 过了几天 新的传说又出来了 陈千户当街追杀 一个可怜的商人 一直追出了五条街 皮岛 一船接一船的粮食与物资 送到了皮岛上 高家村那仿佛用不完的物资 让皮岛岛镇 沈士奎佩服的五体投地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他已经大致明白了 这些物资 并不是朝廷送给他的 而是里渊外送的 而这个里渊外 说好听点是个商人 说难听点 就和郑之龙那样的 歌剧海盗一样的露数 表面上听朝廷的号令 实际上 他就是个土皇帝 这土皇帝往皮岛上送东西 送物资 不是看在他沈士奎的面子 而是送给曹文赵的 说难听点 曹文赵在这里 他才会送东西给自己 若是自己排挤曹文赵 那这些物资 就不会再有了 皮岛一直以来 都没有大明朝廷给的物资 今后也不会有朝鲜的物资援助 如果不靠这个里渊外 皮岛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他应该怎么做 不用说也知道 曹将军 今后我们该当如何 沈士奎现在什么事 都问问曹文赵 已是对他的尊重 曹文赵 我们在海战上 已经把剑弩打怕了 他们在好几年内 应该是不敢再组织进攻皮岛 而经此一役之后 朝鲜的立场 应该会再次摇摆起来 今后 我们继续以皮岛为根据地 袭扰剑弩后方 慢慢积蓄力量 他正说着呢 一个士兵跑进来 天使来了 沈士奎黑了一声 天使什么的 皮岛人从来不放在心里 但他还是道 我们赶紧出去迎接 一群人跑到沙滩上 只见一个太监刚刚下了船 正在沙滩上站得笔直呢 一幅要宣读圣旨的模样 沈曹二人赶紧行礼 那太监拿出圣旨 姑姑一阵念叨 圣旨先是夸了一阵沈曹二人 说他们守皮岛有功 皇上很开心什么的 然后就是封曹文赵为沿海总兵 负责援助皮岛 对付剑奴和朝鲜水军什么的 接下来就是叫曹文赵自行谅才 招服海盗为朝廷所用 圣旨念完 沈士奎也不禁松了口气 还真怕皇上任命曹文赵为 东江镇总兵 那就要抢自己的位置了 沿海总兵就挺好 与自己没有竞争关系 反而是合作关系 这样一来 皮岛自己也能守得安心 曹文赵听完圣旨 心里却在暗想 让我招服海盗 而且游击将军以下职位 全部由我自由量财 这还真是不错 他心里已经开始琢磨了 可以把江城任命为游击将军 师郎任命为千总 郑森虽然是克江 但很得天尊欢心 也给个千总吧 这样一来 高家村的水军 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海面上溜达 不用再自称海商了 而且 沿海总兵的水寨 似乎是在登州附近 高家村的水军 又多了一个可以驻船的地方 而且 登州离天津很近 直线距离也就六百里的样子 高家村的海军 以后从登州出发前往天津 只需要一天时间 圣旨读完 皆大欢喜 太监回京复命去了 曹文赵则立即起草一份奏章 将游击将军江城 千总师郎 千总郑森这几个名字 也一起报了上去 数日后 大明朝 登州水师卫所 登州卫是大明朝历史悠久的水师卫所 鼎盛时期 曾拥有一百艘中大型战船 小型战船则多不胜数 然而随着大明朝的近海政策施行 到了明孝宗洪志十六年 1503年 登州卫的中大型舰船只剩下三艘 同时 舰船制造业也几乎彻底消亡 到了崇祯十年 公元1637年 这个时候 登州水师卫所 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小渔村 除了腐朽的水寨上竖着的一面登州卫的破旗之外 甚至很难看得出来 这里是一个朝廷的军港 江城 师郎 郑森三人 率领着船队 缓缓地驶入登州水寨 他们这庞大的船队一来 就吓了登州卫的水兵们一大跳 不少人拼命地划着他们的小破船 冲回了岸上 回到家里 拿出破烂的武器 摆出一幅啊 我可能冲上去 也打不过的架势 江城拿出一个铁皮喊话筒 对着登州卫的水兵们大喊起来 本将军是新任沿海总兵曹文赵麾下 游击将军江城 奉命前来接管登州水寨 而等不必惊慌 登州兵们这才松了口气 吓我们一跳 这么大的船 还以为是西洋人来了 结果是自家新上司来上任 水兵们放下武器 围到了岸边 江城的眼光 扫过这伙人身上 穿的破衣服 手里的绣武器 不由地叹了口气 狮狼也低声道 好穷的军队啊 郑森低声道 比我家的海盗们还穷 江城开口道 你们的铠甲和武器 为何如此破烂 寨子里怎么一条像样的船都没有 登州卫的卫所军官走了出来 一脸的尴尬之色 江将军 咱们登州卫已经废持了上百年了呀 朝廷从不给我们拨款 不给我们造船和配备军线 让我们自己打于为生 我们仅有的这些小渔船 都是自己造的 没有花昭亭一个子 您可怪不得我们啊 这话有礼 朝廷不给钱 还想让他们 有什么像样的家当不成 江城转过头 看了看狮狼和郑森 两个大孩子 也不禁贪手 摇头 哎 江城 好吧 你们的情况 本将军现在已经知道了 可 就直说吧 本将军是一个很户短的人 你们既然今后就是咱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本将军颇有家资 朝廷给不了你们的 本将军来给 登周卫齐齐一愣 猛住 将军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 他们马上就懂了 江城大手一挥 发粮 发钱 发衣服 大量的物资 直接往他们手里塞 高家村最拿手的 糖衣炮弹 物资攻势 一瞬间 登周卫的士兵们 就被江城征服了 江将军 您是我跟过的最有良心的上司 请不要怀疑我的忠诚 今后我就是您最忠心的部下 以后您叫我上刀山下火海 我皱一下眉头 就不是人 登周卫所兵们也没想通 自己明明是个苦哈哈 天天在海边打狱为生 突然有一天天上掉馅饼 啪的一下 把自己砸覆了 身上穿起了品质一流的铠甲 长毛全部换成了品质一流的铁制枪头 破破烂烂的弓箭 也给他们换成了崭新的开源弓 与边军的装备一模一样 每个人挤两银子一个月的军饷刷刷发下来 这军饷居然还没把食物算进来 新上司给他们把伙食也包了 每个人发几大袋米 肉干 那好东西 真是刷刷地往家里抬 短短几天时间 原本一群开破船 穿破衣 吃不饱的穷哈哈 摇身一变 个个满脸红光 在他们的心里 江城的形象也变成无比高大上 现在问登周水兵 他们愿意为皇上卖命 还是愿意为江将军卖命 那毫无疑问是后者 不过 水兵还是看出来了一件事 自己与江将军的清兵 还有点差距 自己用的还是弓箭长矛大刀 而江将军的清兵们 用的全是火冲 这个差距很值得重视 谁不想往上爬啊 想从普通的卫索兵 变成江将军的清兵 这样才能吃稳这碗饭吗 于是 登周卫索兵们 选出一个代表 来到江城的面前 江军 我们知道自己是才归入 您麾下的 暂时还不得您的信任 但我们愿意努力 要怎么才能成为您的心腹 你只管吩咐 咱们一定做到 江城嘿嘿一笑 这个倒也不难 他刷的一下 摸出一本书 天书 君记与君规 他把这本书 递到了代表的手里 如果你们所有人 都能学好这本书 经过咱们的政审 我就可以 让你们成为我的心腹清兵 给你们配发 与我的兵一样的火冲 代表赶紧双手 将那本书接了过来 明白了 江将军 这件事您就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用心 学习这本书的 为了自己的长期饭票 学一本书算什么 拼了呀 登州水师们 在江城派来的指导下 开始了拼命学习 努力上进 就在登州水师们 萌萌哒地学着 纪律注意的同时 广州 虎门 外海 英国前皇家海军军官 约翰 威德尔 正率领着一支 四艘大帆船组成的船队 在海岸边徘徊 此时 西班牙的海上霸权 已经衰落 无敌舰队 已经于1588年覆灭 英国海军正在崛起 不过 当英国人的船队 远航万里来到东方时 才发现 东方黄金之国的贸易线 早就被西班牙和葡萄牙 这两颗门牙给垄断了 对了 还加上一个荷兰 就在不久前 威德尔率领船队前往澳门 想在澳门进点货 结果 遭到了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拒绝 不允许他靠岗 英国人虽然在西欧 已经可以横行霸道 但在这遥远的远东之国 威德尔只靠四艘帆船 并不敢去惹澳门的葡萄牙地头蛇 因此 他就将逐意打到了大明朝的身上 提督 咱们的青帆船安尼号 已经进入珠江口 测量航道去了 不用多久 就能将这里的海图给汇制出来 一名部下对着威德尔报告道 不过 大明朝的水师已经发现了我们 威德尔哼了一声 大明朝的水师 就是我们一路过来看到的那些破破烂烂的硬帆船吗 那也配称得上水师 部下也笑 是属下说错了 大明朝的垃圾 发现我们了 派人了过来交涉 威德尔 嗯 听听他们说什么 很快 一艘广州水师的小船 靠到了英国大帆船的旁边 大明朝礼部所属的一个小文官 爬上了大帆船来 走到了威德尔的面前 本官名叫凯隆 大明朝礼部小立一名 专门负责外事 那文官先自我介绍了一句 然后才道 我们看到你们派出了小船 钻进了珠江 那是你们的探路船吧 如此行为 十分无礼 我方要求你们 立即收回探路船 不得随意进入我大明朝的领土 威德尔随船带来的葡萄牙翻译 立即帮忙把汉语 移成了英格利系 威德尔听完 一脸的傲慢 这是大英帝国的商船 我叫威德尔 是来经商的 海面上的天气有点不太好 我担心会有台风 所以打算让船队 进入内河里躲避 凯隆 进入内河躲避台风是可以的 我大明朝礼一支帮 为远来的有人提供避风的港湾没有问题 但此事 必须先征得我大明朝廷的同意 不是你们自己随便拍个船 就可以进去探路的 威德尔冷笑 很想呛一句 老子探了又怎么低 但他的部下却低声道 提督 不可应来 安妮号还在探路呢 我们对这附近水文还不熟悉 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 此事翻脸早了点 威德尔换了副脸孔 微笑 哎呀 那真是抱歉 我们远道而来 还不知道大明朝的规矩 现在我们知道了 请容我郑重地提出申请 借个港口 避一避台风 凯隆向着东边的海面看了一眼 凭借他长时间生活在广东 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判断 短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台风要来 凯隆转回头来看向威德尔 一脸郑重地道 很抱歉 我看不出来会有台风到来 你的舰队是安全的 我不认为 你有进入内河躲避台风的必要 请你尽快率领船队离开 不得在我大明朝的领海上逗留 威德尔心里暗骂了一句 但表面上还是装出 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的模样 知道了 我们会尽快离开的 但是那艘探路的轻翻船 现在已经走远了 我们又没有远距离联系他的方法 我们也没有小船 能将他追回来 凯隆皱起了眉头 心里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但这个没有无限通讯的年代 他也确实拿对方这句话 挑不出毛病 只好再叮嘱了一句 那艘轻翻船回来之后 请立即离开 说完 凯隆下了船 搭上了广州水师的小船 返回岸上 威德尔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装出来绅士风度 瞬间消失不见 露出了一连海盗的宁笑 这些废物小矮人 等我探明了水路 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大英帝国皇家海军 威德尔就这样在珠江口 赖着步走数日 探路的轻翻船安妮浩回来了 他深入珠江口数日时间 深入到距广州城15英里的头盗滩 在沿途测量水深和坐标记 将周边地形水纹 以及明军的防御布置 全部摸了个明明白白 大明朝的人 已经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凯隆赶紧向上司汇报 英国船队有不轨之心 但上司只想省事 不想把事情闹大了 给自己惹来麻烦 天朝上国思想做崇 根本不把别人 侦查自己当一回事 回复凯隆道 蛮人也就四艘船 还能闹得出什么不成 他要在这里躲台风 就让他躲吧 没事没事 凯隆大急 他这个在第一线 负责外事的礼部官员 最清楚这些西洋人 是些什么货色了 越是纵容 越是娇横 这些人只有打了才会乖啊 但他只是一个文官 手上有没兵 面对这种情况 当真是毫无办法 八月 威德尔船队终于动了起来 驶向了虎门炮台 凯隆赶紧登上炮台 只见四艘英国战船 在离炮台不远处停了下来 还放出了舶船 正在测量这附近的水稻 这还得了 这里可是虎门炮台 广州门户 军事要地 西洋跑这里 还测量水稻了 还怎么忍 没有办法忍耐了 凯隆江脸一黑 大声下令道 开炮 警告射击 赶走他们 是对他们开炮 不一定打得过他们啊 虎门炮台的炮兵 引武官低声道 凯大人 这些西洋船两弦全是炮 四艘船加起来 数量不得了 我们弱 凯隆江脸一黑 这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吗 敌人已经跑到 军事基地的旁边测量了 如果我们还不动手 下一步 敌人的斥候 就要大摇大摆 走进兵营里来 把我们的士兵 一个一个地挨个数清楚 武官 这倒是 国与国的较量 可不是打不过 就不打这么简单 这也不是修真事件 一看对方比自己修为高 马上就跪下来 喊前辈 饶命 别杀我 我给您当狗都行 军人的血性 可不允许敌人 把鞋底子踩到脸上来 凯隆 打不过 也得打 我大明朝绝不容许 蛮人横行无际 给我开炮 先发三炮警告射击 表明我们的态度 炮兵们一咬牙 开炮 轰轰轰 三发警告炮弹飞了出去 落在了英国船远处的水面上 冲起三道白色的水柱 威德尔一见大明居然敢开炮 也不禁愣了愣 随即大笑 哈哈 小矮人们居然真的生气了 哈哈 开战了 向他们开炮 把这个破炮台给我打下来 威德尔的四艘帆船立即散开 向着虎门炮台围了过去 开炮 Fire 双方的炮兵同时大吼起来 轰轰轰的炮声连续不断地响起 炮弹在半空中擦身而过 呼啸着飞向对方 接着是木板粉碎的声音 威德尔麾下的四艘船 很快就有所损伤 但这点损伤并不算什么 这时候的英国战舰非常强悍 英国水兵们的战斗素质也飞得高 他们在不久前 才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 在整个世界崭露头角 正是锐意进取之时 炮弹并没有下阻英国水兵 少数水兵伤亡他们也视若平常 继续往炮堂里装填炮弹 对着虎门炮台疯狂开火 炮弹砸在炮台的女墙上 你十分飞 偶尔有一颗炮弹飞进炮台里面 砸中一个炮兵鲜血淋漓 很快 虎门炮台的火力就被压住了 英国炮弹不停地飞上来 打得炮兵的不敢抬头 装填炮弹的动作都停下来了 所有人都躲在角落里 凯隆被两名部下护住 躲在一块矮墙下 炮声轰隆 他的命令根本发不出去 一名部下对着他耳边大吼 凯大人 不行了 英国人的大炮太多了 咱们的炮台顶不住 凯隆游目四股 见整个炮台都失去了战斗力 也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 虎门炮台 是朝廷重金打造的炮台啊 这里一共有大炮44门 数量可真不算少 比起四艘英国战舰上的炮来说 并不见得少 但是 炮台上的炮虽多 火药合配套的炮弹却不足 炮兵们又缺乏训练 战斗意志也不够 一打起来 许多炮兵就害怕被炮弹打中 躲得远远的 根本发挥不出炮台的战斗力 凯隆只好仰天长探 这可如何是好啊 大人 别探了 快撤啊 部下拉着他逃出了炮台 接着所有炮兵全部撤离 虎门炮台沦陷 威德尔看到炮台里的明军撤了 不由地哈哈大笑 停火 去一百名水兵 把炮台里的大炮 全都搬到咱们的船上来 一群英国水兵 得意洋洋地上了岸 大摇大摆钻进炮台 将里面的大炮往船上搬 有九门大炮已经被砸坏了 或者被石墙倒下来压住了 所以 英国人搬走了三十五门 还完好的大炮 爆 妈 一名信使飞也似地跑进了周山定海港 在码头上急得直跳脚 我有紧急军情 紧急军情 江教席回来了 码头上的水兵摇头 江教席在登州整顿水师 还没回来呢 信使急得不行 那可如何是好 有谁在 有哪个能打得在 干嘛呢 一个大孩子走了过来 正是师郎 郑孙也跟在他的旁边 原来 江城留在登州整顿水师 修筑登州水寨 但师郎和郑森 却回到了周山定海港来 他们两个岁数还小 还不能把自己全部的时间 都用在公务上 还必须在海事学校里面多多学习 未来才能走上更高的高度 所以他们 在皮岛的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立即就回了周山定海港 刚好赶上信使过来 信使一见师郎 赶紧跳了过来 石小将军 你再也好 大事 发生大事了 师郎 信使 英国人来了四艘船 炮轰虎门炮台 搬走了炮台里的三十五门大炮 此话一出 师郎大惊 郑森也大惊 英国人向咱们大明朝动手了 该死 两个大孩子齐齐大怒 弄死他们 这群狗日的 两个大孩子 一下子激动起来 跳着脚道 发兵 打过去 我们两个已经有朝廷的官位在身了 正好可以光明正大的出兵 正好白公子驾驶着明轮船小白三号 刚刚回港 凑过来一听 马上就摇头道 两个孩子就知道瞎说 正是因为你们已经有了官位在身 所以反而不方便插手这事了 两个大孩子 哎 白公子道 以前咱们可以说自己是海盗 到处乱打 打了也就完事了 但现在既然是朝廷武官 你就有自己的侠地 不在你侠地的事情 你就不能去掺和 否则只会破坏 好不容易得来的身份 给咱们高家村添麻烦 两个大孩子 哎 这 侍郎 曹将军现在那个沿海总兵的职位 不是整个沿海都能管吗 白公子摇头 那当然不是苏松水师只能管苏松地区沿海 福建水师总兵只能管福建沿海 而广东总兵只能管广东沿海 曹将军这个沿海总兵 应该只能管天津 山东那附近的沿海而已 你们可别乱来哦 是啦 可是 英国人都跳脸上来了 我们有大船 就该去教训 教训英国人 白公子 我也觉得该揍一揍英国人 但怎么揍法 只怕还需要在意 大伙才说到这里 又见一艘快船 驶进了港来 这艘船上挂着郑之龙家的旗帜 船上跳下来一条汉子 大声叫道 少爷 少爷 郑森 咦 那是我父亲的心腹 那汉子飞快跑过来 少爷 老爷让我通知您 说是有个乐子可看 问您要不要去看看 郑森 什么乐子 那汉子道 英国人四艘战舰 郑森 炮轰虎门 汉子 啊 原来少爷已经知道了 郑森 我也刚刚得到消息 这不是已经打完了 我还有啥好看呢 汉子道 西洋人炮打虎门的事情 让巡抚和海盗副使非常生气 几位大官向广州总兵陈谦下令 要他立即将英国人赶走 但是陈谦手下根本没多少兵力 船只也破破烂烂的 他没本事赶走英国人 便向老爷求助 众人听到这里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广东总兵向郑之龙求助了 郑之龙现在是大明朝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土皇帝 手握重兵 实力强横 而且他有着很丰富的对西洋人作战的经验 当年廖罗湾海战就是由郑之龙出手 将荷兰人给打跑的 广东现在被西洋人欺负了 当然会想到郑之龙 而郑之龙碰上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要带儿子去见识见识 让他学点东西 狮大写 小三 去啊 你肯定要去的是吧 然后 你再去的时候 顺便把我也带去看看热闹 很合理的吧 我不亮出自己的身份 伪装成你的手下就行了 郑森大喜 这当然是极好的 这件事由郑之龙出手 高家村也就不打算派出重兵了 就只派出了两艘船 一艘万里阳光号 一艘白公子刚刚造出来的明轮船小白三号 狮狼给自己稍稍伪装了一下 装成是郑森的手下 然后两艘船离开了舟山定海港 向着福建驶去 没多久 两艘船就来到了福建近江安海镇 郑之龙的老窝 只见安海镇旁边的码头上 密密麻麻全是船 最大的是一艘长约50米的西洋大帆船 也不知道郑之龙是从哪里抢来的 反正不会是他自己造的 接下来的船型就有点断层了 第二大的是只有20米左右的戎客船 有十余艘 然后就是一大片乱七八糟的小船了 高家村的两艘大船到来 一下子就比郑之龙手下最大的西洋大帆船 给比下去了 一艘60几米的万里阳光号 一艘60几米的明轮船 看得郑之龙手下的水兵们嘖嘖称奇 少爷 是少爷回来了 少爷 好久不见 码头上不少人对着郑森挥手 郑森也乐呵呵地打着招呼 一会儿张书 一会儿李书 一会儿郑书 辈分个个比他高 郑之龙站在码头上迎接 见到郑森 脸上露出笑容 小森 久不见 跟着李公科 李先生去学到了什么东西没有呀 郑森立即答道 孩儿这一次去 学到的东西 真的是太多了 我学到了地球 太阳 月亮 宇宙 也知道潮汐和季风 是怎么形成的 还学到了好多海洋知识 真是不得了 李先生懂得 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多了 父亲听说 儿子学了东西 那当然是开心的 大笑 郑森又补充一句 对了 孩子还谋到了一个官职 什么 郑芝龙大吃一惊 有官职在身了 什么官职 郑森黑黑笑 千总 这个官嫌把郑芝龙都给听愣了 自己的孩子才十三岁啊 居然就当上千总了 自己当年为了混个游击将军的官职 受了多少委屈 好不容易地说 果然 把儿子送到李公公那里去是对的 跟着皇上手下的中官 这升官的速度 嘖嘖 搞不好以后 我可以负贫子贵啊 你这千总是怎么得来的 这说来就话长了 回头慢慢给你讲 郑森笑道 父亲 咱们赶紧出发去揍英国人吧 好 郑芝龙其实也早就准备好了 就在是等儿子来呢 当下赶紧拉起舰队 英国人只来了四艘船 而且广州离福建也很远 他就不带太多远去了 小船想带也带不去 航行不了这么远 他就指点起了 十艘有远航能力的中大型船只 本人坐镇在最大的西洋大帆船上 由二帝郑芝虎 率领一只二十米长的戎客船开路 离开了安海镇向着广州驶去 一路上 郑森给他讲了皮岛之战 听得郑芝龙暗暗心惊 原来皮岛那边打了一场 这么大规模的战役 还好我军打赢了 不然大明朝只怕就危险了 郑森还给他讲了讲 自己在海事学校学来的各种奇怪知识 什么地球是一个大球 这个郑芝龙倒是知道 但他讲了 潮汐是因为月球的引力 就把郑芝龙给听得梦了 再给他讲了讲了什么洋流 什么季风 什么争气明轮 什么螺旋江推动等等乱七八糟的知识 郑芝龙也不禁感叹 而啊 今后父亲肯定不及你的成就 郑氏的船队向着广州航行 走到一半 一艘小船迎了上来 新的消息又来了 英国人威德尔的四艘大船 不顾大明朝廷的警告与驱逐 依旧停泊在虎门外的老虎岛 显得十分嚣张 广东官员们 当然不可能就这样做事 人家踩在自己的脸上 采纳参将黎延庆等人的建议 采用火攻战术 命把总城邦机 无依奉招募上火闽兵张奇等四十名 备伴火炬柴草 选验年九兵船五只 冲坐火船 各船用铁链连接 以黑夜为掩护 向英船驶去 接近英船时 潜伏船中的水手立即纵火 然后跃入江中 差时火光冲天 英船发现纵火船时 火船已经冲到眉毛下面了 但英国水兵实在训练有素 一瞬间就操纵船只 逃开了老远 火船烧了得寂寞 经此一役 广东水师也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英国人驾驶着那么大的船 却有那么灵活的反应 火攻不成 反而损失了几方五艘旧船 以及大量的燃油 经此一役之后 威德尔决定更加积极点行动 攻击了行驶于珠江的大名水师 大名水师是一支拥有21艘船只的船队 但在英国人的进攻下 毫无还手之后 被英国人焚毁了三艘火器船 和两艘普通番战船 还放火焚烧了一处村庄 并带走30头猪 其余的16艘兵船溃逃 听到这里 郑志荣的表情不太好看 狮狼叹道 从这一役可以看出来 大名朝的水师 已经完全不是英国人的对手了 郑森 这话说得不对啊 我们也算是大名朝水师啊 狮 咦 也对 把我们也算成大名朝水师的话 那还有得打呢 嘿 郑森 赶紧的 咱们赶去教训那个狗日的 虎门炮台 江面上 一艘大名水师帆船 正在熊熊燃烧 就在刚刚 威德尔又在珠江上 拦截了一艘大名水师的船 将它抢过来之后 故意驶到了虎门炮台下 放火烧毁 虎门的位置有多重要 那自然是不必说 在这里的江面上 放火烧大名水师的战船 可谓嚣张之极 威德尔志德一满 对船上的部下们笑道 我们在这里立足了威 以后过来贸易的时候 这些小矮人 还不乖乖地任由我们摆布 想要他们怎么做 他们就得怎么做 就和那些非洲黑人 东南亚土著一样 部下们都笑 威德尔似乎觉得 光烧一艘船还不够 转眼看向了旁边的虎门炮台 炮台里的几十门炮 已经被他抢光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光溜溜的城锅 威德尔黑黑笑了两声 搬些火药上去 把这个破炮台炸了 弄个大响声 给这些小矮人听听 水兵们赶紧行动起来 搬了三大桶炸药上岸 将他们填色在虎门炮台的城墙缝隙中 点燃轰轰轰 爆炸声联想 虎门炮台的城墙全倒 躲在远处的民庭官员们 全都气得发抖 但又毫无办法 礼部主客清丽丝的主示凯隆 对着天空大哭 水师为何如此无能 我大明朝岂可如此受辱 郑哭喊着呢 一名信使跑了过来 飞快地报告道 凯大人 游击将军郑志龙的船队到了 凯隆大喜 哎 不过刚洗完 他马上又黯然下去 郑志龙也未必敌得过这些红衣人 这四艘红衣船 是本关见过的最厉害的海盗 比弗朗基人和红毛人 大石人都要厉害得多 只盼狼志龙能打得过他吧 就在凯隆接到消息的同时 一艘轻翻船驶向了威德尔的战舰 给威德尔带来了一个消息 大名水师十余艘大船 正向着咱们驶来 大船 威德尔笑 这些小矮人还能造得出多大的船 我放眼过去 就没看到一艘像样的 很大 那汇报的士兵急吼吼地道 真的很大 比咱们的船还大了一圈 威德尔 是比你的轻翻船大了一圈吗 不 是比您的旗舰还大了一圈 什么 威德尔不服 怎么可能比咱们的船还大 咱们可是大英帝国皇家水师的正规战舰 连西班牙无敌舰队都被我们击败了 我们的船是全世界最好的 暴行的水兵一脸黄疾 真的很大 您很快就能看到他们了 威德尔 好 你的轻翻船也归入我的战列 威德尔现在拥有总共五艘船了 其中三艘英国三维大翻船 两艘小一点点的轻翻船 嚣张无比地在珠江口横了开来 静静地等着大明朝的大船 他一脸的不屑 根本不相信 这个国家有什么了不起的造船技术 倒是给他做翻译的葡萄牙人凑了过来 小声道 提督不可轻敌 大明朝曾经也是能造出大船的 据说那玩意儿叫做正和宝船 巨大无比 像一个海上堡垒 威德尔 切 写史书的官员瞎写的吧 我早就听说过了 他们的史官经常瞎写 翻译低声道 此船曾经出使南洋 在东南亚多个国家进行过访问 应该不是瞎写的 威德尔 东南亚一堆野人国 连个史书都没记 当然只能任由大明的史官乱写了 他正说到这里 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船影 走在最前面的 是郑之虎率领的一艘20米长的戎客船 船上飘扬着一面福建水师的旗帜 威德尔一看这船就笑了 看吧 还说是大船 这不就是一艘中型船吗 这种破船上面顶多两道五门炮 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 就在他的笑声中 郑之虎的戎客船 由远而近 很快就到了威德尔前面不远处 我朝一向讲究先礼后兵 郑之虎虽然是个莽夫 也是要讲江湖规矩的 到了地方也不急着打 派出手下架着一艘小船 滑了过来 上了威德尔的船之后 那手下大声道 我们是大明朝福建水师 现在勒令你们 立即停止对我大明朝的侵略行动 赔偿你们打坏的炮台 和烧毁的船只 村庄的损失 送还你们抢走的大炮和财物 然后有多远滚多远 否则 莫怪大炮没长眼睛 威德尔听了这话 不由得乐了 要我赔款 还要我滚 哈哈 说的什么傻话 你说的这些 是只有战胜国 才能向战败国提出来的条件 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 谁会打赢吗 郑氏的手下 也不多说废话 本来就是海盗 做事情不喜欢用嘴巴吹 而是喜欢用刀子来 他只是哼了一声道 既然如此 那就谈判破裂 准备开战吧 说完 郑氏的手下跳回了小船 留给威德尔一个背影 威德尔笑 这些家伙 战斗力弱小 作风却很强硬吗 部下们都笑 除了盛下骄傲 这个破败的大帝国 什么也没剩下 他们正笑得开心呢 郑之虎那艘熔克船 后面的海面上 出现了翻影 又出现了十余艘战船 威德尔的眼光 一下子就被最大的 那艘船给吸住了 万里阳光号 长度达六十余米 而威德尔的旗舰 只有五十米左右的长度 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 最离谱是 这艘巨大的船上 居然没有船翻 也没有滑江 Falk 威德尔大怒 怎么可能 他是怎么在海面上跑起来的 接着 小白三号明轮船也出现了 同样庞大六十余米长的船身 同样也没有船翻 没有船江 两弦的两个大圆盘子 显得十分扎眼 威德尔有点慌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不可能 再接下来 郑之龙的旗舰 一艘从西班牙人手里 抢来的西班牙大帆船 也跟着出现在了 威德尔的视野里 这一下 威德尔感觉到压力来了 他手上三艘英国三维大帆船 两艘青帆船 对面两艘巨型怪船 一艘西班牙大帆船 还有九艘熔客船 单从船只数量方面 他就落下风了 他们不接受我们提的条件 郑之虎对着后面 赶来的郑之龙大声叫道 他们说 我们提的条件 只有战胜国 才能想战败国体 郑之龙 那就打吧 当年他可是在廖罗湾 打过荷兰人十一艘大帆船的 现在英国人才三艘大帆船 有什么好怕的 打打 开战了 郑之龙带来的十艘船 全都开始了作战准备 师郎和郑森两个大孩子 正是好事的年龄 当然也不会闲着 师郎回到了万里阳光号上指挥 郑森则跳上了小白三号指挥 两个大孩子同时挥手下令 开战了开战了 现在轮到威德尔傻眼了 来到广州之后 在这里混了好些天了 只见到大明朝一堆小破船 他还以为自己 可以在这里横行无际呢 哪知道人家也是有大船的 而且现在谈判的口子 也被自己给堵了 那就只好打了呗 准备作战 英国皇家水兵 你们是最强的 不要着急 等对方进入射程载 轰 对面的万里阳光号开火了 威德尔整个人都猛了一猛 这么远就开炮 怎么可能 哗啦 一条水柱 在他旁边的水面上冲起 对面的炮弹 还真能打这么远 Fuck 威德尔 对面的炮不对劲 轰轰轰 万里阳光号和小白三号 两艘船上的线塘炮 相继开火了 不锈钢毛细钢管制作成的炮身 坚固结实 根本没有任何炸糖的风险 再加上又漂亮好看 开炮的时候 银色的炮管一声怒吼 就把巨大的石心大铁 弹给喷吐了过来 在威德尔的船旁边 炸出一条又一条的大水柱子 现在隔得远 所以高家村水兵们 用的是石心弹 这个阶段 主要是攻击对方的船身 还不到杀伤对方水兵的时候 威德尔被这一轮炮击 打得有点猛 一开始对面还没打准 但是歪了几发之后 对面的炮弹就越来越准确了 轰的一声巨响 一艘英国大帆船的侧弦上 开了个大洞 好在这个洞不在吃水线下 问题还不大 接着又是轰的一声响 一艘大帆船的甲板上 也裂开一个大洞 木屑粉飞 一个倒霉的水兵 被砸成了肉泥 威德尔心叫不妙 靠近他们 还击 英国大帆船立即行动起来 虽然炮击战役开场就落了下风 但英国水兵们脸上并无聚色 依旧情绪稳定地操作着帆船 这时候的英国水军 还真是不吹的 确实相当的强悍 毕竟是英国的海上霸权朝阳时期 任何一个国家 在朝阳期的时候 都拥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士兵汉不畏死 勇敢顽强 三艘英国大帆船 两艘青帆船 一起对着万里阳光号 和小白三号冲了过来 前进前进 帝国不会失败 我们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我们英国皇家海军 才是海上的霸王 绝不会输给东方人 英国水兵们大声喊叫 用过往的辉煌来麻痹自己 这样就拥有了无上的勇气 冲啊 轰轰轰 大炮嘶吼 线唐炮依靠着射程优势 对着英国船 就是一波无情的暴打 很快 五艘英国船上 都被打出了不少破洞 但他们 终究还是冲进他们的滑塘炮射程了 Fire 威德尔大吼起来 开火 同一时间 郑志龙的船队也开火了 刚才郑志龙的船只能看戏 但现在他的滑塘炮 也同样要打呢 十二队伍 实力悬殊的炮战 不过 一开战 双方的炮兵 马上就拉开了差距 郑志龙手下的炮兵 明显没有英国炮兵训练有素 不但射击的间隔 比英国炮兵长 射击的准确度 也要差上许多 水兵们在怕死这一条上 也输了一筹 许多炮兵在担心对方的大炮打中自己 作战时的心态有所动摇 动作就会僵硬 还好 还有两艘高家村的船 高家村也是朝阳期 而且比英国更加朝阳 如果英国现在是早上十点的太阳 高家村就是早上七点的太阳 高家村的水兵 也拥有蓬勃向上的力量 士气高昂 勇敢顽强 而且训练程度远远超过英国炮兵 开炮 干死他们 对方够劲了 换榴弹 高家村的两艘大船 猛烈开火 一枚榴弹 砸穿了英国大帆船的甲板 落进了船舱中 接着轰的一声巨响 炸开 恐怖的弹片在英国船里横扫 英国水兵虽然汉不畏死 但是还是会死啊 一阵惨叫之后 那个船舱里的人全部倒下 而威德尔这边打出来的炮弹 轰在了万里阳光号的船弦上 却只砸出一个小小的凹坑 就弹了开去 落进了大海 Fuck 对面的船是什么东西造的 威德尔整个人都看傻了 船上的葡萄牙翻译 也吓得瑟瑟发抖 宝船 那一定是传说中的宝船 是神秘的东方大国 大内秘籍 威德尔怒 秘籍个屁 葡萄牙人一点也不懂科学吗 翻译 那你说 那是什么科学 威德尔愣了半天 是神的力量 翻译大怒 你磕你娘的磕 这边两人气急败坏 另一边 高家村的大炮可没闲着 一炮接一炮 开花弹加石心弹 花弹杀伤对方兵员 石心弹砸坏对方船体 两箱交集之下 威德尔的船队被打得惨不堪言 提多 这样打下去 我们死路一条 得跳帮 但是对方有12艘船 我们只有5艘 如果打跳帮 我们的兵力没有优势 那就 威德尔终于下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但是 现在想要逃 已经不可能了 威德尔刚刚做出了一个想逃跑的姿势 调转了船头 这一边的狮郎和郑森两人 几乎同时下令 最大战速 封锁住他们逃跑的路线 万里阳光号是电动船 只需要切换一个档位就行 速度瞬间拉满 而小白三号 是蒸汽名轮船 负责给锅炉天煤的工人 立即拼命地往炉子里添加煤炭 船上的烟囱 喷出一股黑烟 船上的大气敌 呜得一声长鸣 速度这才开始提高 两艘船一先以后 速度拉满 刷的一下 就挡在了威德尔前进的路上 Fire 开火 两军又一次猛烈开炮 炮弹依旧被万里阳光号的船舰给弹开 只有一枚炮弹 打坏了小白三号的船舰 在上面钻出一个大洞 但威德尔这一边就损失惨重了 开花弹在船上肆虐 一旦炮弹打正了位置 船上就会有数名水兵被炸死 在这种近乎单方面挨打的情况下 就算是帝国朝阳期的士兵 也一样会被打崩士气 英国水兵们开始恐惧 开始混乱了 船上乱成一团 逃不掉了 前路被拦截 退路也被封锁了 事到如今 投降吧 投降或许还能通过外交活下来 若是继续打下去 我们全部要死了 很快 威德尔亮起了白旗 一个多时辰之后 虎门炮台 大明朝礼部主客清立司主事凯隆 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 在他左右两边 坐着一大群文武官员 郑之龙 狮 郑森三人 也混在五官群中 与广东总兵站在一块 看着接下来的交涉 哦 不对 这时候 应该已经不能称之为交涉 应该叫宣告 凯隆对着垂头丧气的威德尔道 现在 本官代表大明朝廷 对尔等红一人下令 尔等赔偿此次战争 对我国造成的损失 并且立即滚出 我大明朝的水域 今后不得再来 威德尔来的时候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耸包 垂着头 老实芭蕉地道 我知道了 我会立即归还35门大炮 30头猪 并且赔偿贵国28000个银元 凯隆开心地甩出一句话来 很好 威德尔现在已经被控制 他自已都没法去准备战争赔款了 只能联络了一个叫保罗的商人 由保罗出面去联络东印度公司 从公司那边提前过来赔偿 这一番操作 没一两个月搞不定 这段时间里 威德尔只能作为阶下球 在广州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铁窗类了 他耸拉着脑袋 郁闷无比地 被士兵推进了一个牢房 关了起来 各自也听不懂 百无聊赖地在里面待了许久之后 突然听到守门的士兵 在对什么人说话 但他们说的都是汉语 威德尔一步一会儿 门开了 进来了两个中年男子 还有两个半大的孩子 守门的士兵推得远远的 看来是得了严令 不能偷听 这两个中年男子 就是郑之龙 郑之虎了 而两个半大的孩子 是狮郎和郑森 四人在威德尔面前坐下 威德尔心中暗觉有意 这几个人 有什么好和自己谈的 郑之龙开口 说的是何语 你听得懂荷兰话吗 威德尔心中一惊 这人居然会说何语 说得还挺好的 他回道 听得懂 郑之龙 那就好 我们就用荷兰语来交流吧 英语我只会一点点 可不太拿手呢 他虽然说自己不拿手 但威德尔心里已经有点惊恶了 还以为这个腐朽的东方大国 一直闭关锁国 没有什么人物 没想到 这个中年汉子 居然通晓多种语言 与西洋那边的精英 也不遑多让啊 郑之龙 朝廷的官们要赶你走 不允许英国人再来做贸易 威德尔郁闷地点头 嗯 郑之龙 但本将军认为 朝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威德尔大旗 咦 郑之龙 贸易这种事 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威德尔还真是大旗中的大旗 这真是见鬼了 我跑来这里挑事 打虎门炮台 其实就是因为 葡萄牙人掌控着澳门 不允许自己在澳门交易 为了逼大明朝廷 给自己通商贸易口岸 我才去虎门炮台找事 本以为打输了仗 这贸易 自然是谈不成了 没想到 打输了 居然反而有人来找自己谈了 真是见鬼了 郑之龙黑黑笑 小森 你来接着谈 郑森坐了过来 威德尔 你好 威德尔见对方 突然换了个孩子来谈话 皱了皱眉头 怎么突然换了个人 还是一个孩子 郑森 我虽然岁数不大 但却是大明朝沿海 总兵麾下的签总 威德尔 诶 郑森 我们来谈谈贸易的问题吧 我疯狂了 依然 钮 钮 钮